第901章 翻历史旧账 龙麒麟吓了一跳 500万道 不到一成 这岂不是说 帝母元君已经活了最少5000万年了 秦牧还在数着年轮 道 你说得太少了 这个木棍只是原木之星 树星而已 外面还不知道有多少层皮 不是完整的树身 树星能有他真正的年轮的十分之一 便算是不错了 燕尔也被吓了一跳 这岂不是说帝母元君的年龄五亿年起步 公子 既然这个木棍不是帝母真正的年轮 为何还要数完它 燕尔颇为不减 秦牧一边数着一边分心道 树年轮并非是目的 我只是想看看这件宝物的年轮 再决定它适合炼制成什么宝贝 而且年轮中藏着帝母元君的一些早年的秘密 比如这几圈年轮无比致命 说明帝母诞生后200万年左右 发生了一件大事 让原木几乎停止生长 这件大事说明当时的元界遭劫 龙汉之前发生的事情 对所有的后天生灵来说都是一片空白 古神们不说 谁也无法知道那时发生了什么事 那是太古鸿蒙时代 世间根本没有那个时代的记载 秦牧仔细数完年轮 低声道 原木之星7600余万年 其中有十次灾结 让原木几乎停止生长 看来古神统治时期 元界也不太平 不过古神明明是太古鸿蒙时代 最为强大的存在 他们怎么会遭遇危险 难道是他们自相残杀 还是有什么外在的力量 按理来说 古神是太古最强的存在 没有什么东西能够威胁到他们 而帝母更是与吐蕃 天宫并驾齐驱的存在 论实力 谨逊于古神天地 太古鸿蒙时期这样的存在 不可能遇到危险 除非吐蕃 天宫 或者古神天地 向他出手 但那个时期 这些古老存在之间的矛盾 还没有到水火不容的程度 他们不可能自相残杀 秦牧想了两久 也没有想出所以然来 原木之星 有着这么多年轮 将他炼成我的神兵 祭炼到操控如意的境地 只怕困难重重 或许可以在每一众年轮上 烙印上符文印记 一重年轮 一众阵法 一重天 七千六百余万众阵法 单凭阵法的能量 都足以毁天灭地了 秦牧充满斗志 然而随即便黑了脸 原木之星的年轮太多 他的知识底蕴 根本不足以将所有的年轮中 都烙印上阵法 他的知识储备 没有深厚到这种程度 可否当成大枪来使 不过对于枪法 我并不精通 是否可以当成飞剑 他动了心思 尝试元气涌入原木之星 随即秦牧面黑入炭 他的元气已经恢复到巅峰状态 不逊于尊神 然而如此庞大的法力 涌入这根原木之星中 却仿佛泥牛入海 根本填不满 帝母援君的确给了他 一件了不起的宝物 甚至说不定地做境界的存在 都无法练出这样的宝物 然而 他无法催动原木之星多少威能 秦牧继续催动元气 总算让这根原木之星飞了起来 然而这根木棍太长 他挽了几个剑花 立刻发现自己没有了法力 难怪帝母跑得这么快 秦牧探手抓住棍子 吃力地捂了几下 却发现荡成大枪来使 却没有枪头 然而荡成棍子来使又太长了 倘若能够短一些 他刚刚想到这里 原木之星立刻缩短了许多 秦牧正了正 道 再短一些 原木之星又缩短一些 秦牧道 再短一些 原木之星缩成三尺长短 秦牧抄在手中 荡成木剑 顿时顺手许多 不由欣喜道 长 扑 他手中的原木之星突然暴涨 化作一根长棍 捅到百里之外的山头上 将那座山栏 捅出一个细细的洞口 棍头出现在山的另一边 秦牧吓了一跳 用力抽了抽 没能把原木之星抽出 无奈道 短 只听呼的一声 秦牧身不由己 从龙麒麟的脑袋上飞出 被缩短的棍子 带着轰隆一声 撞入那座山头之中 龙麒麟和烟亥然 只见那座山头被撞得裂开 过了片刻 秦牧才从那座山头中跳了出来 很是狼狈 秦牧心中微动 取出剑丸 剑丸飞起落在棍头上 化作枪尖 随即伸随枪走 大枪忽大忽小 忽粗忽细 时长时短 时硬时软 甚至可以如大蟒般 围绕他的周身旋转翻飞 煞事害人 原木之星还算不坏 秦牧飞身而回 赞叹一声将剑丸收回 笑道 可惜不能化作木剑 就怕刺不死人 我对枪法没有多少研究 落在我手中可惜了 他将原木之星 放入饕贴袋中 耶尔上前 帮他整理凌乱的衣衫 秦牧取出小玉瓶 打开封印 催动元气 裹着一滴鸿蒙原液飞出 笑道 耶尔 这是你的 耶尔又惊又喜 连忙将那滴鸿蒙原液吞下 龙麒麟羡慕非常 秦牧道 龙胖 你还无法压制鸿蒙原液的能量 给你一滴 你就死了 等你长大些 我给你留一滴 龙麒麟乘势 放下心来 有了原木之星 说不定能够搭救出大师兄 秦牧四股无人 取出陶木发簪 对着永江催动发簪 天河浩荡澎湃 与永江相连 瘸子江他就回来后 把齐康人皇在永江的剑文告诉他 冬天清帝擒拿魏随风 将魏随风沉江 魏随风与鬼船融合 借机顿走 先前 他们是在东天宫的势力范围 秦牧不想惊动东天宫 而这里地母援军胆敢出现 应该是离开了东天宫的领地 所以秦牧尝试着 是否能利用陶木发簪 把鬼船连同魏随风 一起从灵天尊的神通中解救出来 陶木发簪中的神通被激发 江星立刻翻起迷雾 雾气仿佛是从过去的时光中 涌来 江水翻腾 澎湃 永江与天河本是一体 被结成两段 而今重归一体 江中顿时掀起各种异象 一光从江中迸发 照耀天空 楼船大剑 重叠的宫阙 无数神魔 数不清的异象 悉数涌现出来 各种声音混杂 震耳欲聋 这些异象是永江的历史 过去的人物和建筑 历史中发生的事件 此刻被灵天尊的不义神通所带动 一股脑地涌现出来 天河与永江剧烈动荡 突然间整条天河腾空而起 向天上飞去 宽达数千里的河面 这种异象迸发 那些浮空的宫殿 似乎要从历史的尘埃中 出现在这个时代 轰隆 各个时代的建筑和神魔碰撞 无数碎片纷纷扬扬 从天而降 骇人无比 迷雾也越来越浓 雾气中一艘鬼船驶来 鬼船外是黑气 一条条锁链围绕鬼船翻飞 如同蛟龙大马 却没有接触到鬼船 秦武握住桃木发簪的手掌 在剧烈阵战 急忙双手抓住发簪 稳住身形 但即便如此 桃木发簪 还是有脱手的趋势 魏随风 秦武高声抱贺 腋下一条条手臂钻出 拼命抓住桃木发簪 贺道 大师兄 还不出来 那艘鬼船朦朦朦胧 在黑雾中行进 向这边接近 而在此时 空间越来越不稳定 秦武四周的空间在崩塌 各个时代似乎在重叠 宫殿 神魔 叠在一起 连鬼船也有破碎的征兆 鬼船上 一个中年男子出现在船头 张口向他说着什么 然而各种历史的回音同时出现 吵杂无比 根本听不清他在说些什么 秦武腾出一只手掌 飞速取出原木之星 喝道 大 呼 原木之星暴涨 迎着鬼船而去 越来越长 试图在现在与过去之间 搭建一道木桥 原木之星的长度 已经不可计量 然而 距离迷雾和黑气中的鬼船 却仿佛依旧遥不可及 鬼船上 魏随风飞升而起 试图迎上原木 但刚刚飞起 随即身躯溃散 下一刻便又出现在船头 仿佛没有离开过 图 他的声音隐约传来 秦武再也掌控不住桃木发簪 只得散去法力 天河顿时断开 另一段天河消失 永将从天而降 落入河道中 鬼船 楼船 宫阙和无数神魔飞速退去 消失在过去的历史中 迷雾也在飞速收缩 很快无影无踪 一根原木之星 落入秦武手中 秦武四周 动荡的空间 顿时恢复平稳 风平浪静 似乎刚才的异想 只是一场虚幻 桃木发簪 无法将鬼船 从灵天尊的神通中拉出来 难道只能寻徒救他 秦武正然 收起桃木发簪 贺道 燕儿 带着我们快走 燕儿立刻飞身化作龙雀 抓起龙麒麟 丢到自己的背上 秦武也落在他的背上 燕儿正吃而起 立刻载着他们飞身而去 他们前脚刚走 便空间扭曲 一尊尊异常强大的神魔来到这里 四下查看 只是没有寻到什么痕迹 突然 一尊魔神竖起一座门户 门户开启 殷天子从门中走出 四下查看 黑帝 刚才天河一向爆发 历史重现 断河重连 需要上报天庭吗 一尊神人道 殷天子皱眉 道 天河分成两段 竟然重连了 那尊神人道 刚才另一段天河突然出现 没多久便消失了 殷天子四下寻世 贺道 事关重大 给我严查 看看到底是什么妖魔鬼怪 兴风作浪 这件事 我亲自上报天庭 那些神魔纷纷离去 殷天子转身走入门户中 低声道 灵天尊 鬼传 这天下就不能安稳一些吗 到底是谁在翻历史的旧账 第902章 原木之心路锋芒 原木玉玉匆匆 笼罩原界广袤疆域 原界天空中诸多诸天 都是围绕着诸原木运转 从远处看时 还不觉得怎样 但越是靠近原木 便越觉得壮观 尽管地母原君已死 这诸原木 却依旧有着惊人的活力 天庭的神人 搜集诸天神经 在原木的树冠中 建造了最为宏大壮观的宫殿 依照天宫的规格打造 有瑶池 玉京 千宫万殿 被称作原界天宫 古神天帝 真身在天庭之中 而玉天尊 作为镇压原界的武器 便留在原界 生活在原界天宫的灵霄殿中 天宫奢华无比 而在原木根部 则是最阴暗之地 天庭的大军 将原界不知多少 神魔的尸体堆在这里 当成原木的养分 狮山血海间 便是原界的大狱 大狱建在原界 最阴暗最污秽之地 天庭的神人 用白骨砌墙 打造囚龙 关押着原界的重犯 这里不见天日 阴风阵阵 极为阴寒湿冷 而且因为 神魔尸骨太多 地面上都是 不曾干涸的神血魔血 混在一起 时常有魔物 从污秽中诞生 在牢狱中横行 很少有天庭的天神 会来到这里 只有天庭的狱卒 狱守和判官 才会定居在此 天庭的狱卒 狱守和判官 都是幽都一脉的魔神 此地的污秽 对其他人来说难以忍受 对他们来说 则是相当舒适 此时 大狱中却来了不少客人 一个身着精致的 侍女服的女子 皱着眉头 看着一个狱手 拎着一个刚刚出生的魔物 在血池里清洗 弄得那魔物 浑身是血 那狱手洗了一番 魔物还在呲呲叫 身上的神血魔血四下飞溅 便被那狱手举起来 张开大口送到口中 那女子连忙别过脸去 不敢细看 云花岩师姐 这里的狱手 是幽都中诞生的魔神 从污秽阴暗中诞生的魔物 便是他们的口粮 对你来说这些魔物极为恶心 对他们来说 却是无比美味的食物 那女子旁边 一位少年温和笑道 尤其是刚刚出生的魔物 更是美味 云花岩掩住口鼻 猝眉道 这大狱也太野蛮了 不是人呆的地方 那个严康霸体 怎么还没有来 早早地处置了它 咱们也好回去交差 刚才那个狱手眼睛一亮 从血泊中抓起一个魔物 拎在手中 向那少年黑黑笑道 桃狱公子 这个新鲜 要吃吗 那少年桃狱大皱眉头 连忙白手 那狱手到了一声可惜 又去血池里洗涮 突然一个身着 玄黑圆领长袍的大汉走来 笑道 这等美味 你们怎么不吃 狱手上神 洗好了给我 我喜欢 那玉手将魔物洗干净 递了过去 那大汉猛地张开大口 嘴巴如同血池 将滋滋叫的魔物吞了下去 桃狱与云花炎等人 都是大皱眉头 云花炎喝道 唯魔节 你够了 那大汉为魔节 将魔物吃下 抹去嘴角的污血 嘿嘿笑道 你们是神族 而我则是魔族 就是要吃这个 正所谓入香随俗 你们也来尝尝 桃狱脸色大变 转移话题 道 那颜康霸体 乃是九天尊之中的穆天尊 听闻龙汉初年 是他待遇天尊传法 让世间生灵得以成神 成神法一出 世间生灵 才可以与古神并列 寿命悠久 咱们奉命除掉他 是否 唯魔节黑黑笑道 他不传成神法 好天尊也会传 我听师尊说 这位穆天尊 只不过是抢号天尊的功劳罢 这等孤名钓鱼之突击员巧合 穿越到龙汉时代 天地昏溃竟然 被他混得一个天尊名号 住口 云华妍警觉地看了看四周 听到消息 感到这里等候秦墓的高手 数量很多 足足有四五百人 都是天庭年轻高手 龙蛇混杂 耳目众多 这些年轻高手 都是天庭各大天宫的年轻弟子 天庭讨伐元界 他们也奉命参军 进入元界厮杀历练成就军功 将来才有升迁的希望 飞翼天帝 你不要命了 云华炎压低嗓音 道 这话传到天庭 师尊也保不了你 维摩杰笑道 天庭中 师尊可从来没把天地放在眼里 说一说 又有何妨 倘若换作我们 穿越回到龙汉时代 别说天尊的名号 就算是天地 嘿嘿 话虽如此 他还是压低嗓音 西天宫 北天宫 浅云天宫 皮沙天宫 武明天宫 弥罗天宫 光明天宫 妙言天宫 陶玉低声道 天庭各大天宫 几乎都派出最精锐的弟子前来 咱们到门御清宫 未必能拔得头筹 除掉穆天尊 穆天尊浪得虚名 传闻已经半死不活 没了魂魄 谁先动手 谁便能拔得头筹 我们动手晚一步 连汤水都喝不到 维摩杰道 依我之见 咱们应该去大域外 守住待兔 等到穆天尊前来 把功劳弄到手 陶玉迟疑一下 道 我刚才看到 已经有不少来自各大天宫的强者 去了外面 显然是抱有同样打算 咱们现在赶过去 恐怕穆天尊 也早就被人杀了 维摩杰催促道 守在这里 更是屁都得不到 师尊说了 倘若我们 能够得到这个功劳 便保举我们追随浩天尊 浩天尊直到我们 修行三十年 云花岩和陶玉咬牙 三人当即向大域外走去 与此同时 又有十多人走出大域 三人不由急了 各自加快速度 风驰电掣 向外急驰而去 他们三人奔出千鱼里 这才将其他天宫的那十多人甩开 正要说话 突然只见前方一片红光 红光处传来厮杀声 穆天尊到了 三人大喜 维摩杰当先一步 向那红光处奔去 急促道 快点 已经有人下手了 去晚一步 穆天尊便被其他人杀了 他速度极快 一边奔跑 一边肉身膨胀 煞时间化作一尊魔神 怒吼咆哮 韬玉和云花炎落后一步 心中各自一惊 维摩杰师兄 自从下界之后 这秀为实力突飞猛进 果然如师尊所说 只有厮杀 才能让自己快速成长 领悟出更高深的道法神通 两人竭力赶上 突然 两人看到诡异的一幕 前方的维摩杰脑袋 突然多出一个洞口 前后透亮 两人正了正 只听一个声音传来 龙胖 耶尔姐 我发现了原木之星的 另一个用处 你们看 他可以化作极为细小的木针 我倘若借木针来施展剑法 比如说最简单的招式 刺 韬玉眼尖 立刻看到一根细如毫发的木针 来到自己的眼前 韬玉怒吼 符文翻飞 以天庭道门的大树术 构建防御神通 煞时间便是几百道玄武神盾 横在身前 几百种玄武神盾 被那木针破开 速度之快 只发出波的一声轻响 木针从韬玉的左眼穿入 脑后传出 韬玉脑中轰鸣 原神瓦解 艰难地转过头向云花岩道 尸解 跑 他的左眼眼球中 一团血光散开 眼瞳表面印照出云花岩的身影 云花岩正 催动到剑斩 像一根纤细无比的木针 明亮无比的刀剑表面 立刻出现一个小小的针孔 下一刻云花岩闷哼 擒手后 爆开一道细微的血光 韬玉视线浑浊 这时他看到一头半龙半麒麟的庞然大物 脚踏火云走来 这头庞然大物的头顶 一个年轻人抬起两根手指 轻轻夹住一根小巧的木针 那年轻人的尖头 还有一只圆嘟嘟的胖鸟 叼着一粒灵丹 给那头龙麒麟投食 木天尊 陶玉眼前一片漆黑 尸体跌落下去 龙麒麟不紧不慢地向大玉方向走去 皱着眉头看着下方 只见魔血神血 化作一道道河流 污秽不堪 血河中 还有许多虫制一样的魔物 在血水中流动 严康国师和严峰帝 便是被关押在这里 龙麒麟问声问气道 严峰帝倒还好说 但国师最爱干净 他能受得了 秦木屈指一谈 木针无声无息飞出 迎着十几位向这边冲来的 天庭高手飞去 道 严峰帝不在乎干不干净 猪窝都能睡得下 国师的确是爱干净 他只怕是睡不着了 木针飞回 龙麒麟继续前行 身边一具具尸体 手舞足蹈地 从空中坠落下去 跌入血河中 血河像是翻了锅一般 不知多少头魔怪 兴风作浪 在河中争夺尸体 打得不可开交 这原木之星 倘若能够化作木剑 那就太强大了 秦木叹了口气 突然将木针握住 道 长 木针还是那么细 然而却在刹那间 长到百里长短 如同一道微不可查的细线 直达百里之外 秦木紧握百里细线 施展出一招剑法 百里外的几位天庭年轻高手 还不知怎么回事 便突然四分五裂 即便是隔着百里施展剑法 秦木的剑法 依旧无比细腻 让人根本来不及躲避 而且原木之星实在太细 几乎无法察觉 地母给的这件宝物 真是好用 秦木又是忍不住赞叹一声 他们终于来到大狱 一尊御手拦下他们 站在一颗巨大的骷髅头 炼制而成的城门上 居高临下 高声道 来者何人 严康秦木 秦木通报姓名 前来探监 那御手心中一惊 不敢怠慢 急忙打开城门 只见那高达百丈的骷髅头 张开大嘴 让他们进去 道 穆天尊竟然真的赶来大狱 胆识过人 穆天尊请进 大狱中有许多好朋友 等着阁下 有的等了四五个月了呢 秦木走入城中 只见几百位高手 骑刷刷向他看来 一个个目入金光 穆天尊 有人难以压制兴奋 身躯颤抖 难难道 突然 一个少年神奇飞身而出 高声道 穆天尊只有一个 咱们却有几百人 该怎么分 一时间大狱外一片哗然 众人议论纷纷 诸位 诸位 秦木等了片刻 他们还是没有商议出一个章程 不由高声道 你们不用再商议了 你们看我手中 喧哗声停止 众人向他手中看去 只见秦木手中捏着一根小小的木针 秦木笑道 大 轰 一根长达百里 猝打百十丈的木柱陡然出现 被他抡起 沿着大狱一路碾压 一棍江四周扫平 不知多少人被碾碎 木柱消失无踪 幸存的天庭高手飞在空中 惊恐无比 急忙寻找那根柱子 到底在何处 秦木向那木瞪口呆的御守道 江败归被关押在何处 那御守毛骨悚然 连忙道 天尊请随我来 他在前方带路 突然天空中跌落下来一具尸体 啪的一声砸在他的脚下 那御守心中一惊 急忙抬头看去 天空中湿落如雨 一个个天庭高手 仿佛遇到无形的索命无常 变成一具具尸体 从空中坠落 第903章 天尊节御 原木之星无声无息飞回 那御守打算细细观察 却不知原木之星 被秦木藏在何处 过了片刻 他引领着秦木等 来到一座白骨神殿前 道 想要探监江败归 还需要到严判官那里备案 正在此时 白骨神殿中 走出一位神奇 满面笑容 穆天尊乃是天尊 何须备案 你先退下 天尊 大欲凶险 我亲自引领天尊下去 秦木称谢 天尊为何如此多礼 严某何德何能 那位严判官连忙还礼 笑道 你是天尊 从古至今 只有九位存在 能当得起天尊之名 天尊倘若向我建立 岂不是折杀我了 请 秦木跟上他 只见这位严判官 带着他们来到大狱的入口 这大狱是建在 原木的根须之下 在其中一条 粗大如山的根须上 开了个洞口 用原木叼着出门户 有重兵把守 防御森严 走入门户后 只见一条木头阶梯 蜿蜒向下而去 两旁有神魔骨骼 挂在墙上照明 只是神魔尸骨 散发出的神光魔光 有些昏暗 严判官怎么称呼 秦木四下打量 问道 晚辈严少卿 严判官笑道 晚辈在天庭 岌岌无名 穆天尊可能不曾 听说过我的名头 秦木心头一跳 笑道 天庭左少臂 严少卿 精通精神神通 将开黄的明都天王 田鼠 骗入地缺神刀中 把这位天王 困在刀中七八百万年 严判官惊讶道 天尊竟然听过我的名头 秦木道 我也被困在地缺神刀中 好几年时间 好不容易才逃脱 地缺神刀中 我见过左少臂 用来欺骗 田鼠天王的美酒 精神神通 左少臂 是我所见过 强者之中的第一人 无人能及 龙骑林道 我喝过你的酒 还与田鼠拜了把子 严少卿笑道 天尊过欲 我称不上第一 天尊称之为精神 我称之为神石 神石神通第一人 其实是赤明时代的赤皇 秦木心中微动 赤皇的三人神不灭神石 的确已经传给了他 但是这门帝 做功法中的神通 赤皇并未传授给他 赤皇毕竟是 上古初期的人物 他的不灭神石 侧重于修炼三元神 壮大自身的元神 对于神石神通的开发 则远不如 严少卿这等后起之秀 神石神通 严少卿可谓是 天庭最顶尖的存在 严少卿与田鼠的官职一样 一个是 域外天庭的左少臂 一个是 开皇天庭的左少臂 田鼠强于 幽都神通 在幽度魔道上的 天分和造诣 都是极高 与因天子不相上下 而严少卿强于 神石神通 他能够不费吹灰之力 便暗算田鼠 田鼠也称 他为老对头 可见 他的实力只怕极高 曾经与田鼠 抖过不止一次 他们两人应该修炼的 都是幽都的大道体系 只是修炼的方向不同 天庭一直缺少 一门地座级别的 神石功法 可惜赤皇已经死了 四十万年 他的三元神 不灭神石侍传 严少卿道 天庭既希望于我 希望我能开创出 神石地座功法 然而我却屡屡辜 天庭的厚望 我到了下界 才发现 天庭苦苦搜寻的 三元神不灭神石 原来是大白菜 几乎是个神通者都学过 只是造诣有高有低 秦慕微笑 严少卿道 江白龟将这门功法 传给了我 因此 我对他颇为照顾 没有让他受苦 我这些日子 参悟三元神不灭神石 受益良多 天尊能够无魂而不死 应该也是 不灭神石的作用吧 秦慕笑道 这门功法 是我传出去的 我自然懂得 严少卿哈哈笑道 那么我便不必搬门弄斧了 他的言语中有警告的意思 警告秦慕 不要在他面前搬门弄斧 他们已经深入地下 地底欲发阴暗潮湿 这里很是腥臭 有血河从外界流下来 沿着河道蜿蜒向前 流过一个个囚龙 原木根须错综复杂 一条条根须结成囚龙 将犯人镇压在囚龙中 叫系的根须如同锁链 锁住一尊尊神魔 把他们的肉身原神洞穿 这些囚犯被吊在囚龙中 这些囚犯的根须滴落下来 落在下方的血河中 这血河污秽污浊 里面诞生了许多魔物 像是大虫质 多手多脚 千奇百怪 趴在那些囚犯身上 吸食血液 御守走来时 魔物们便躲在囚犯身后的阴影中 等到御守走后 这些魔物才探头探脑地爬出来 继续吸血 大狱中的御守来回巡视 防御森严 秦慕细细观察 原木的根须无比坚硬 这原木是地母援军的本体 这等古神的肉身坚硬程度 简直堪比地做神兵 须得用地缺神刀这等宝物 才能砍断 而且 原木根须表面的符文 也是地母援军本体的大道符文 因此 想要从这里逃出去 几乎没有任何可能 被镇压在这里的 步伐有欲经 灵霄境界的存在 是地母麾下各族的领袖 统治原界各大诛天的存在 但现在 也变成阶下囚 对于他们 御守颇为照顾 用大盆接他们身上留下的神血磨血 接满一盆 便小心翼翼地送到外面 他们身上的血很有用 是最好的颜料 颜绍青在前方引路 道 建造神城 在城墙上烙印符文稳固城墙 可以用一般的神魔之血 只有统治者的宫殿 才有资格用到这等灵霄 欲经境界强者的宝血 不同种族 血液颜色不同 用这等强者的宝血 作为颜料绘画 壁画会永不褪色 永远新鲜 因此很是墙手 还有些天庭上神喜欢饮血 然而又不喜欢喝普通的血 因此也需要我大鱼供应 秦慕眯了眯眼睛 大鱼的御守门中 还有精通医术的神奇 正在给这些囚犯治疗伤势 让他们不至于死掉 从而能源源不断产生炎料 颜绍青 老子要弄死你 一尊麒麟手人身的囚犯 怒吼连连 立声道 倘若老子脱困 一定要将你碎尸万段 颜绍青哈哈大笑 眉心中突然有一只眼睛张开 眼中飞出一朵莲花 没入那麒麟族的领袖脑海之中 那麒麟族领袖顿时浑浑噩噩 脸上浮现出温柔之色 不再草茫 神识神通 可以让他永远地沉醉在温柔香中 醉生梦死 颜绍青向秦慕解释道 我用神通在他的意识中 塑造了一个真实的幻想世界 他在里面要什么有什么 永远也走不出来 他甚至可以在我给他制造的幻想世界中 通过努力奋斗 经过打拼 成为天地 获得莫大快乐 这样也可以减少他的伤痛 让他快乐地生产颜料 龙麒麟连打几个冷战 那个麒麟族领袖他认得 当年在地母地宫中 这个麒麟族领袖指点他修行 不曾想 这位强横存在 竟然落得如此下场 这里与其说是大狱 不如说是一个神血魔血的生产工厂 前面便是江白龟和颜峰帝的囚龙 颜绍青引领着他们来到两个囚龙前 秦慕向囚龙中看去 却见颜峰帝和颜康国师 并未被根须穿过身体 只是被关在囚龙中 颜峰帝手里抓住一只滋滋叫的魔怪 张开嘴正准备吃 突然见到囚龙外的秦慕 不由呆滞 慌忙把那魔怪塞到身后 正惊危坐 另一个囚龙中 颜康国师则正在施展火焰神通 把一只魔怪烤得半生不熟 见到秦慕来了 他倒是坦然 并未把魔怪藏起来 左少臂 可否给我一点私人时间 秦慕笑道 我有些话 不方便在外人面前说 颜绍青身躯不动 微笑道 天尊有大法师之名 让你单独留在这里 我不放心 其他人敢不敢结语我不知道 但是天尊一定敢 天尊是敢大闹摇吃盛会的人 更何况 我这小小的大狱 秦慕无奈 向颜峰帝与颜康国师道 两位住在这里 可还安好 颜峰帝怒道 你在这里住几日试试 看看是否安好 颜康国师倒是安之若素 很是坦然 道 师兄 你为何来了 我来是向你们报声平安 秦慕笑道 颜康一切安好 你们可以放心 我打算离开元界 前往天庭 这一去不知生死如何 所以来见一见你们 颜峰帝沉默片刻 色声道 前往天庭 去作为质子吗 秦慕哈哈大笑 我是天尊 前往天庭 怎么会给他们做质子 陛下说笑了 我去天庭探望老友 颜康国师目光闪动 道 师兄前往天庭 的确是个好主意 置之死地而后生 算是唯一一条生路了 只是你的身体 秦慕打个哈欠 我现在身体一日不如一日 没有了灵魂 修为实力日渐低微 只能勉强掉出性命不死 经常走着走着 便会昏睡过去 一睡便是三四天 颜康国师咒没道 你这样的状态前往天庭 岂不是送死 秦慕精神又有些不济 睡眼惺忪 我自有打算 他突然酣声剑起 竟然就这样睡了过去 颜绍卿含笑站在一旁 没有说话 也没有搀扶秦慕 任由他躺下来 龙麒麟和燕儿 似乎对此司空见惯 没有半点惊讶 颜峰帝哽咽 落泪道 秦教主真是不行了 颜绍卿等了三四日之久 秦慕终于悠悠转醒 师生道 我又睡过去了 我睡了几日 颜绍卿道 天尊睡了三日零五个时辰 秦慕欠然 道 我竟然睡了这么久 耽误左少臂的事情 也罢 探监就到此为止 我该走了 陛下 师弟 告辞了 颜峰帝与颜康国师起身 与他拜别 颜绍卿送秦慕离开大狱 大狱的木门关闭 将地底牢狱封锁 颜绍卿细致如微地检查一下 门上的符文锁 这才放心 他又将秦慕送出白骨城 秦慕转身道 左少臂留步 不必再送了 颜绍卿公身道 恭送天尊 他目送秦慕坐在龙麒麟的脑袋上远去 消失在视野之外 这才回到判官神殿 打开公务册子 提笔打算写下秦慕前来探监一事 突然微微一正 颜绍卿脸色微变 放下笔 急速翻开册子 只见其他书页一片空白 颜绍卿额头冒出冷汗 这公务册子上应该有他的字迹 记载着大域的大大小小的事情 而今 他亲笔写下的字 竟然悉数消失不见 穆天尊 我神识神通 已经达到绝顶 更是得到三元神不灭神识 距离地做只有半步 你敢在我面前搬门弄斧 颜绍卿眉心中神识爆发 力声道 给我破 他的神识神通波动 冲击四面八方 下一刻天地斗变 世界仿佛退了颜色 从多姿多彩 变成黑白二色 接着 黑白二色退去 颜绍卿发现自己 并非是在判官神殿中 而是依旧站在大域深处 颜康国师和颜峰帝的牢笼前 第904章 假作真实真一假 颜绍卿四下看去 心中凛然 只见不远处的御守 正在搬运神魔宝雪 换了一个大木盆 旁边的血盒中 有魔怪从无血中滋生 正在向外爬 偷偷地爬到一个囚犯的身上吸血 颜绍卿收回目光 秦慕就在自己身边 正在与颜康国师和颜峰帝说话 笑容满面 似乎什么也没有发生过 龙麒麟则在秦慕脚边匍匐 正在呼呼大睡 他的头上 还站着一个圆嘟嘟的胖青雀 百无聊赖地理着羽毛 颜绍卿眯了眯眼睛 冷冷道 天尊 探监时间到了 天尊该离开了 秦慕道 陛下 师弟 你们安稳地住在这里 将来会有离开之日 我先走了 保重 颜峰帝和颜康国师作别 秦慕环里 颜绍卿一路跟在他的身后 严防死守 免得他在动什么手脚 到了御门外 颜绍卿再度检查木门上的符文锁 更加细致 没有看出什么异样 他顾不得送秦慕出城 立刻飞身来到判官神殿 翻看公务册子 上面的字迹都在 这才松了口气 前去送秦慕出城 到了城外 秦慕转身笑道 左少臂留步 不必再送了 颜绍卿攻身 道 恭送天尊 他证了证 这次他说的话 竟然与上次被秦慕 以神是神通戏弄是说的话 一模一样 颜绍卿额头冒出冷汗 神通爆发 立声道 给我破 世界再度褪去颜色 变成黑白 黑白褪去 真实的世界出现 颜绍卿张开眼睛 打量四周 额头冷汗晶晶 只见他依旧站在大狱中 不远处的狱手 正在换木盆接血 血河中的魔怪诞生 偷偷地爬到 囚笼中的囚犯身上吸血 龙麒麟还在酣睡 叶儿还在理着羽毛 秦慕还在与颜康国师 颜峰帝说话 颜绍卿额头出现 痘大的汗珠 声音沙哑道 江百归 你传给我的三元神 不灭神石 是否藏着漏洞 囚笼中 颜康国师转过头来 目光呆滞 眼神空空洞洞 仿佛行尸走肉 嘴巴开合 像是人偶 天庭的神通太陈旧了 漏洞不仅是三元神 不灭神石 而且还来自左哨臂自身 左哨臂 你出生得早 你从前所学的道法神通在 今看来都是错的 比如神藏 另一个囚笼中 颜峰帝转过头来 同样是目光呆滞 空空洞洞 嘴巴一开一合 你从前修炼的神藏 是灵胎 武药 陆河 七星 天人 生死 神桥 但颜康变法的神藏 却大为不同 你已经修炼到灵霄境界 境界固定 你无法改变基础神藏 你境界极高 也无需去改变基础神藏 然而 这就留下了 你功法中的破绽 颜康国师睦睦道 赤皇的三元神不灭神石 同样也是如此 这门功法也是通过神桥来修炼 对尔金的颜康功法来说 存在着巨大的破绽 颜峰帝露出一丝憨厚的笑容 国师传授给你的三元神不灭神石 没有动任何手脚 不过他传授给你的不灭神石 是赤皇的不灭神石 并非是天河神藏的不灭神石 基础不捞 地动山摇 功法有破绽 神通便到处都是破绽 你想要破去我的神通也可以 废掉神桥神藏 开辟天河神藏 重修一遍 两个囚龙中 国师与颜峰帝 你一言我一语 将这件事情说明白 颜绍青神石爆发 历声道 让我自毁修为 我乃是灵霄境界的存在 距离地左只有半步 我的修为法力 胜过你不知反击 仅凭修为 便可以碾压你的一切神通 就算你神通再精妙 也不能困住我 给我破 红龙 剧烈的震荡传来 世界再度褪色 颜绍青如同从水里捞出来一般 浑身大汗淋漓 只见他 还是站在囚龙前 颜康国师颜峰帝还在笼中 龙麒麟在沉睡 琴木在与颜峰帝颜康国师说话 似乎时间回流到刚才那一刻 一切都没有变过 给我破 颜绍青连连催动神石神通 厉声道 我倒要看看 是你的神通快 还是我的神通快 他疯狂催动神通 世界一而再再而三褪色 新的世界尚未形成 便再度遭到冲击 一时间空间紊乱 褪色中的世界 也挂上越来越多的裂痕 终于 颜绍青在一瞬间 催动千百次神通 超过了这个世界的限制 整个世界支离破碎 颜绍青呼呼喘着粗气 看向四周 只见琴木站在囚龙前 面色骇然 惊恐地看着他 而大狱中 不知多少魔怪和御守 都被颜绍青的神石神通 冲击地昏死过去 琴木脚边的龙麒麟也被神石冲击 昏迷不醒 只有那只胖乎乎的青雀 还是清醒 颜绍青探手抓起琴木 怒气冲天 贺道 你是天尊 我不杀你 请你立刻离开 他元气卷起龙麒麟向外冲去 那青雀扑上的翅膀跟着他 叫道 放下公子 否则我向你动粗了 颜绍青充耳不闻 将琴木送出大狱 送出白骨神城 这才把琴木放下 冷冷道 慕天尊 就此别过 永不相见 琴木笑道 你这人 开不得半点玩笑 你把田鼠天王冠 在地缺神刀中几百万年 我也被困在那里面数年之久 你看我可曾生气 颜绍青英沉着脸 转身返回大狱 来到判官神殿 提笔记录下琴木探监一事 他松了口气 突然心中还是有些不安 又起身向大狱木门走去 心道 我真的破开了他的不灭神石了吗 再查一查 不容有错 他来到大狱深处 突然身躯僵硬 只见几个御守 正将揭满神血的木盆拖出来 换上新木盆 旁边血河中有魔物诞生 钻入囚笼中吸血 颜绍青身躯冰凉 艰难地向前走去 看到龙麒麟 扑腹在颜康国师 和颜峰帝的囚笼前酣睡 龙麒麟的脑袋上 清却百无聊赖地理着羽毛 而琴木则在牢笼前 与颜康国师和颜峰帝说话 颜绍青晃了晃头 有些头晕目眩 双腿也越来越沉 只好扶着牢笼 到底是怎么回事 他觉得无法喘息 颓然跪坐下来 难难道 为什么你还在这里 为什么 我的修为胜过你不知反击 为何还无法破开你的神通 他身边的囚笼中 被镇压在这里的魔神 突然张开眼睛 神情木然 像是被控制的人偶 嘴巴僵硬地开合 因为基础错了 颜康变法 最大的改变是基础 从基础符文 到基础神通 到基础的功法 你统统错了 你想破这种精神神通 先自费修为 颜绍青大怒 探手抓去 将那尊魔神捏得粉碎 他前方的囚笼中 被关押在那里的神奇 突然张开眼睛 木木道 颜绍青 我被困在地缺神刀中数年 你只不过被困住几天时间 便难以忍受了 颜绍青怒不可遏 将这尊神奇格杀 一个经过他身边的御守 突然停步 抬头木然道 颜绍青 我的神通不仅仅是不灭神石 还有无量结晶 你以为一切都是 我的神石造成的幻想 那就大错特错了 颜绍青一拳 将那御守打得粉碎 向前方的秦木走去 又一个御守面色诡异 直勾勾地看着他 颜绍青 我是看出了你的基础中的破绽 将无量结晶中在你的体内 你想破去 其实也很简单 只需要废掉神桥 颜绍青脸色铁青 抓起这御守的脑袋 摁在地上 御守血肉模糊 秦木抬头 木然道 你这样做是没用的 颜绍青将面前的秦木丝的粉碎 世界再度变得黑白一片 还是原来的那幅情形 没有任何变化 颜绍青颓然 一屁股坐在地上 喃喃道 一定有破解的办法 一定有不需要废掉神桥神藏 也可以破解的办法 他闭目凝神 陷入苦思冥想之中 这一座便是不知多少天过去 颜绍青头发花白 还是没有想出破解之道 突然 外面传来御守的声音 道 颜判官 明都上使来了 颜绍青心中一正 露出狂喜之色 哈哈大笑道 原来如此 原来如此 靠我自己 无法破解你的神通 然而 只要遇到外力 你的神通便不破自解 穆天尊 你的神通就算能克制我 但只要外面来人 来者便会成为你神通中的变数 人数越多 你的神通便越是破绽百出 他向秦木的方向看去 只见秦木 龙麒麟和胖青雀 不翼而飞 竟然不知何时溜走了 不过囚龙中 颜康国师和颜峰帝都在 颜绍青稍稍放心 冷笑一声 果然逃了 他向外走去 准备迎接明都上使 然而那明都上使 却已经来到大狱中 声音传来 道 左绍臂 各大天宫的弟子来到你这里 说是要对付穆天尊 他们久久不归 上头命我前来查看 颜绍青迎上前去 只见来人 殷天子门下的楼云曲 连忙道 原来是楼老弟 各大天宫的弟子 都已经身遭不测 死在那穆天尊的手中 他与楼云曲很是熟络 明都天王田鼠 与殷天子是死对头 殷天子亲自下手 打算对付田鼠 结果被田鼠逃脱 后来田鼠砍了吐蕃之脚 肉身被吐蕃捏着 只剩下元神 殷天子便是请颜绍青 出手将田鼠骗入 地缺神刀之中镇压 楼云曲脸色微变 师生道 各大天宫的弟子都死了 颜绍青点头 楼云曲跺脚道 这如何交代 各大天宫的弟子 死在你这里 你或是大了 死在这里 还有我几个师弟 是黑帝老师的得意弟子 颜绍青不以为意 天庭一直没有完整的 神石地座功法 我不修成地座境界 各大天宫谁敢动我 楼老弟 你此来可曾 见到慕天尊 他刚才从这里逃了出去 楼云曲摇头道 不曾见到 颜绍青目光闪动 突然道 楼老弟既然是奉黑帝命令前来 那么一定有黑帝的手谕吧 还请楼老弟 拿出手谕看看 楼云曲笑道 左少臂何时变得这么小心了 难不成我是慕天尊变化的不成 话虽如此 他还是取出阴天子的手谕 颜绍青细细检查 的确是阴天子的手笔 这才稍稍放心 楼云曲道 我曾经与慕天尊交锋过几次 深知他的厉害 他既然来到你这里 多半会劫狱 将颜康国师和颜峰帝救走 这二人是否还在 颜绍青道 他们还在狱中 楼云曲前去查看 站在囚龙外半上 没有动弹 颜绍青看向囚龙 颜峰帝和颜康国师 都在囚龙之中 不由笑道 楼老弟 怎么了 楼云曲面色苍白 声音沙哑道 这两个囚龙空空如也 你看不出来吗 那两个重犯 已经逃了 颜绍青心头大震 仔细打量颜峰帝和颜康国师 却看不出有什么异样 他连忙打开囚龙 伸手触摸 颜峰帝和颜康国师 的确是血肉之躯 感觉不到任何异样 颜绍青脑中轰然 我以神识神通化作的美酒 可以让田鼠这等 灵霄境界的奇才 也会喝醉 慕天尊的精神 神通根植在我的神藏之中 让我触摸空气 也可以感觉到 是触摸真人 灾了 我真的灾了 他半晌之后才回过神来 回头看去 楼云渠已经不知何时离开 显然是 回去禀告殷天子去了 颜绍青万念俱灰 把自己关在囚龙中 默默等候 不久后 原木树关的天宫中 有神人下来 将他收押 在原界天宫斩神台上 颜绍青被斩首 天地驾驭御天尊这件武器 亲自兼斩 刀光闪过 斩神玄刀 将他头颅斩下 颜绍青头颅滚落下来 原神渐渐哭泣 三只眼睛慢慢闭合 世界陷入一片昏暗 不知过了多久 他像是从睡梦中醒来 耳畔传来勤暮的声音 左哨臂 左哨臂 颜绍青猛地张开眼睛 只见自己躺在地上 不远处的御守正 拖着接满宝血的大木盆 换了一个木盆 继续接血 血河中 一个魔怪诞生 钻入囚龙 趴在囚犯身上吸血 他的面前 龙麒麟在酣睡 胖青雀在里羽毛 颜康国师和颜峰帝 在囚龙中 与秦木划鞭 秦木关切道 左哨臂 你怎么睡着了 我已经看过肩 心满意足 该是离开了 颜绍青默默地坐在地上 突然发出如哭如泣的刺耳笑声 假的 一切都是假的 现在也是假的 第905章 无为有事有还无 他像是突然间发了疯一般 又笑又哭 许多御守连忙放下手中的活 奔过来掺住颜绍青 颜绍青大叫 挣脱众人 凄厉道 假的 你们都是假的 他打伤几个御守 连杀树人 突然像是木偶般 身躯僵硬 木木地站在那里 呆呆地看着自己的双手 手上都是血迹 过了两久 他艰难地转过头来 向秦木道 穆天尊 现在是真的还是假的 秦木叹了口气 道 左哨臂 我打算离开了 你不送送我吗 颜绍青脸上肌肉乱跳 面孔扭曲 他跟在秦木身后 向外走去 不久后 他将秦木等人 送出大狱 秦木转身笑道 左哨臂留步 不必再送了 颜绍青躬身 木然道 恭送天尊 秦木面带微笑 缓缓坐下 龙麒麟足下 升腾出火云 载着他便要离开 穆天尊 现在是真的还是假的 颜绍青的声音 从后面传来 秦木拍了拍龙麒麟的脑袋 龙麒麟急忙停步 秦木笑道 真做假实假一真 无为有实有还无 左哨臂 你是天庭神石神通的第一人 真假与否 有无与否 真的那么重要吗 请回吧 颜绍青身躯微震 抬头看着他 龙麒麟在这秦木远去 颜绍青的眼角抖动 看到龙麒麟脑袋上 秦木的影子在蠕动 从一条影子 分为三条影子 他脑中轰鸣 立刻飞奔而回 冲入大狱 非一般来到 关押颜康国师 和颜峰帝的牢笼前 他目然而立 两个囚龙中空空荡荡 颜峰帝和颜康国师 都不在囚龙之中 原来如此 原来如此 颜绍青的笑起来 原来是我教你 怎么解开囚龙的封印 原来现在不是梦境 不是神识幻境 真做假实假一真 无为有实有还无 好手段啊 好手段 突然 有御守经过 看到囚龙已空 发出尖叫 吏声道 贼人越狱 颜绍青转头看向他 微笑道 贼人明明还在囚龙中 哪里越狱了 那御守正了正 再看向囚龙 颜峰帝和颜康国师 果然都在囚龙里 那御守露出迷茫之色 颜绍青道 大惊小怪 做你的事去 等一下 木天钻前来探监 用了多少时间 那御守道 不到一刻钟 不到一刻钟吗 颜绍青心中一沉 他觉得 仿佛过了好几个月一般 他挥了挥手 让那御守离开 颜绍青慢慢向外走去 手足冰凉 心中默默道 你劫走了颜峰帝和江白龟 我却不得不帮你掩盖 以我的神识神通 即便天庭派人来查看 只要不是地座境界的存在 便看不出 囚龙中的江白龟和颜峰帝 都是我的精神幻想 你知道 我不会追上你 讨回颜峰帝和江白龟 因为你知道 我无法破解你的神通 就算追上你 也是再一次陷入你的幻境和梦境 你也知道 我会帮你掩盖 因为我已经被压上 斩身台一次了 为了保住我的性命 我必须要帮你掩盖 你甚至故意露出马脚 让你的影子化作三道 那两道影子 便是颜峰帝和江白龟吧 慕天尊啊慕天尊 你变得如此可怕 他来到判官神殿 打开公务文书 提笔写下 慕天尊探监 一切如常的字样 放下笔 默默出神 突然 他重重握紧拳头 指甲刺破掌心 掌心流血 却又无力地松开 苦笑一声 继续处理公务 我是败了 但你的神识神通并非无敌 你修为低 破你的神通太简单了 只需要有外人介入 你的神通不破自解 你的神通 只能持续不到一刻钟的时间 你不是要去天庭吗 倘若你在天庭施展这门神通 那就必死无疑 不过 他停笔 脸上露出恐惧 连打几个冷战 不过 倘若你修炼到地座境界 神识神通 无量结晶和优斗大道 结合的话 那就太恐怖了 他不敢想象 那会是何等恐怖的场面 他继续书写公务文书 忽然笔尖停住 他的眼角在抖 我怎么知道 现在的我 真的摆脱他的梦境幻境 严绍青的瞳孔咒缩 万一现在也是在幻境呢 现在我是在梦中 还是在现实 他的眼瞳中流露出绝望 难道真如他所说 我必须要废掉神桥神藏 接受严康变法 才能彻底摆脱他的梦境 倘若那样的话 我与严康的那些反贼 有什么区别 他脸上的恐惧越来越浓 秦牧虽然离开了 神通虽然停止了 但神识神通造成的影响 却像是魔性所化的种子 在他心底生根发芽 严绍青知道自己必须要走出去 必须要废掉神桥神藏 接受严康变法 修炼天河神藏 否则自己会永远被困扰着 分不清梦境 现实和幻境 道心上的缺憾 让他也不可能修成地做 然而 天庭严令禁止变法 他倘若接受天河神藏 那么他便是变法的逆贼之一 废掉神桥神藏 我的天宫压下来 我会死的 江白龟告诉过我 他开创了一种法门 可以封闭南天门 这样就可以废掉神桥神藏 而不必死 他为什么要告诉我这件事 严绍青猛然醒悟 他们师兄弟合起火来 给我下了一个大套 环环相扣的大套 我需要了解一下严康变法 偷偷地了解一下 我不参与严康的变法 我只是偷偷了解 秦目远离大狱 让龙麒麟停下 笑道 严绍青没有追上来 节御大局已定 你们可以出来了 严绍青是个聪明人 会利用他的神识神通 帮我们掩盖下来 无人知道 你们已经越狱 他脚下有三个影子 其中两个影子如动 竖起 接着慢慢变成 严康国师和严峰帝 严峰帝贪婪地 呼吸着外面的空气 还是有些难以置信 南南道 我既然真的可以活着出来 我还以为自己会死在那里面 严康国师向秦目攻身 多谢师兄大救 秦目连忙还礼 笑道 你不传他三元神不灭神石 我也难以如此顺利地 找出他的功法破绽 给他道心种下某种 为了让三元神不灭神石 这门帝座功法跟上时代 我们研究这门功法的破绽 耗费了不知多少人力之力 严康国师肃然道 但是能够把他克制得死死的 却不是那么容易绊倒 我用大饭天王佛的 无量结晶入梦 短短时间便推测 无数种可能 寻找到克制他的 最简单的方法 在一忧都大道道心种魔 他的道心中魔花开放 让他陷入梦境和幻境 琴木道 我的神通从他的道心 侵入他的神藏 种在神藏中 他想跳出我给他 制造的梦境和幻境 就太困难了 他每一次强行冲破幻境 其实都是在梦境中 陷入更深 一次又一次破解 我的神石神通 反倒让他深深陷入 无量结之中 经历一次次劫难 阎峰帝和阎康国师 赞叹不已 无量结晶是 大饭天王佛的地做真经 不灭神石 是赤皇的地做功法 而道心种魔 则是侨夫圣人的 大玉天魔晶中的手段 琴木将这三种功法 神通融合 经历了阎康变法的催化 竟然连灵霄境界的 可怕存在也被困住 真是神乎奇迹 阎康国师目光闪动 道 阎少卿说不定 将来会是我们的道友 我已经给他指出 一条道路 现在就看他是否 会来到这条道路上 两位虽然是自由身了 但是你们不能用 本来面目是人 须得改头换面 琴木提醒道 阎峰帝与阎康国师点头 他们修炼了 三元神不灭神石和无漏造化玄金 这两门造化之术的巅峰之作 改头换面 甚至改变元神的构造 对他们来说都很简单 琴木取出一面镜子 交给阎康国师 道 这镜子里 是天庭百万年来对古神的研究成果 道祖给我的 天庭也是用这里面的知识 再造于天尊这等武器 你们好生研究 阎康国师细细查看 镜中内藏世界 里面是无数预简 烙印着各种符文 你把这东西交给我们 你呢 阎康国师问道 镜子是我练的 想练几面都不成问题 琴木翻手又取出一面镜子 笑道 两面相同的镜子对照 便可以预检烙印在另一面镜子里 我这里还有几面镜子呢 不用担心我 两位 就此别过 他躬身道 我将前往天庭 这一去 不知何时归来 我与颜秀弟有过约定 定下一年之期 一年内回去见他 两位倘若会阎康 替我报一声平安 阎康国师道 你不回去 你真的要去天庭 琴木笑道 我想看一看 天庭到底有没有弱点 知己知彼方能百战不殆 不去天庭 不知其虚实 所以必须要去 阎峰弟突然道 你与预袖成亲了 你做他的皇后了 琴木脸色通红 连盲白手道 陛下怎么这么说 我们是清白的 阎峰弟呸了一口 冷笑道 震 我作为颜秀弟的老子 可不希望你们清清白白的 你这丝 我是担心你讨不到媳妇 又不是要卖闺女给你 至于吓成这样 我不杀你的头 你和国师一样 都是平实力讨不到媳妇 如果不是我当初 赐给国师一个媳妇 你看他现在 还是个孤寡老人 阎康国师咳嗽一声 提醒道 陛下 该走了 阎峰弟叹了口气 道 我现在不是皇帝了 玉秀是皇帝 你也不是国师了 也不知道哪个混蛋 做颜康国师 秦牧提醒道 那个混蛋就在你面前 而且 那个混蛋刚刚救了你们 阎峰弟哈哈大笑 挥手作别 秦牧意气风发 喝道 龙胖 我们走 阎峰弟和阎康国师母 送他远去 过了两久 阎峰弟改头换面 道 玉秀成为了皇帝 他成为了国师 真是造化弄人 我原本希望他们俩 走到一起的 其实 陛下不是 早就想过这个未来了吗 颜康国师也变了一幅面孔 向东方走去 但然道 我们早就有过规划 倘若变法失败 我们生死 需要有人来继承我们的一致 陛下选择的人 正是颜秀帝和秦教主啊 阎峰弟跟上他 沉默片刻 道 那时候我是皇帝 没有为玉秀的幸福着想 我只想他 继承我们的事业 现在我不是皇帝 而是父亲 却不想让他扛起这个担子 只希望他能够寻到如意郎君 一生平安幸福 他成为皇帝 与秦木在一起的可能性 便微乎其微了 这小子不可能做他的皇后 而皇帝也不可能出嫁 他们俩 他摇了摇头 没有说下去 颜康国师明白他的意思 林玉秀继承皇位 成为颜秀帝 秦木成为新的颜康国师 他们俩就再也没有在一起的可能了 林玉秀在继承这个位子的时候 应该便意识到了这个结果 但还是接下了皇位 秦木在答应成为他的颜康国师时 也意识到这个结果 但还是成了他的颜康国师 两人在默默中 都舍弃了内心中的一些感情 只是彼此都没有说过 第906章 西土虚生花 西土 一座巨大的城池 从秦木面前狂奔而过 秦木正然 急忙高声道 来者是何依依姐姐吗 那座奔跑的城池放慢脚步 城头上立着几尊神奇 探出头来 道 这是白地城的座驾 不是什么姐姐 你是何人 秦木道 穆天尊 敢问上苍学宫 是否归入白地门下 城头上一尊神奇道 上苍学宫 你是说上苍 那并非是我白地城的势力 那里有个叫齐九仪的 是赤地齐下鱼的土地 赤地便与白地商议 把西土分了一半 赤地又把南土分了一半给白地 你刚才说你是谁 穆天尊 秦木笑道 那城楼上几尊神奇回过神来 面面相去 秦木问道 那么 上苍学宫怎么走 那几尊神奇商议片刻 一尊神奇道 天尊请看 那边淡青色的珠天 便是上苍 天尊来到上苍下 便可以遇到那里的人 问他们便知道 上苍学宫的准确方位 秦木称谢 让龙麒麟赶往上苍诸天的方向 道 我从前觉得 上苍好生神秘 监察大虚和颜康的动静 现在才知道 原来上苍不过是 元界的诸天万界之一 算不得什么 龙麒麟道 教主 从前你只是个小神通者 觉得上苍是个恐怖的庞然大物 现在 你是穆天尊 再看上苍 也不过如此了 秦木笑道 龙胖越来越有见地了 你也是如此 也成长了 那几尊神奇目送他们远去 又是面面相去 一位神奇道 穆天尊来到元界西土了 要不要通知白帝城 他是去赤地的 倘若我白帝城的强者堵截他 岂不是要得罪赤地 一位年长的神奇 毕竟老成 道 况且他又是天尊 谁敢动他 由他去便是 那几位神奇乘势 这座大城又迈开脚步 浓烟滚滚 飞奔而去 秦木一路上遇到许多 这样的陆地飞城 速度极快 都是西土的神末 用来赶路的代步工具 搬运军队 四处评判 极为方便 这是真天宫的法术 不过真天宫正是来自 域外天庭 秦木低声道 真天老母 便是域外天庭的一尊真神 多半真天老母 便是白地的麾下 西土因为有上苍 和真天宫的缘故 经历的战火 并没有严康那般恐怖 这里的百姓 还算可以维持生计 秦木来到赤地的领地 发现这里治理的 比白地领地更好一些 西土百姓安居乐业 似乎与从前并无区别 有些西土的女孩见到他 竟然还认得他 主动招呼 而今没有上苍学宫了 只有上苍神宗 宗主是原来的上苍学宫 大祭九虚生花 那些女孩告诉他 至于祭九仪 那就更了不起了 上苍神宗的宗主 他是看不上眼 而今住在赤地形宫里 是西土的少主 管控着西土半壁江山的神魔 威风的横里 龙麒麟兴奋道 祭九仪是我地点 徐生花果然聪明 把上苍学宫改成上苍神宗 变成了宗派 秦木赞叹 他这种人 把心思用到修炼上 便金勇猛进 心思用在感情上 便至情至圣 用在人情世故上 便是八面玲珑 不屑于我啊 他问清上苍神宗 和赤地形宫方位 向那些女孩告辞 动身前往上苍神宗 上苍神宗 就是原来的上苍学宫 在赤地形宫旁边 赤地形宫是建立在天上 而上苍神宗 则是建立在真天宫附近 不多日 龙麒麟来到上苍神宗 立刻抛下 秦木奔向天上的赤地形宫 叫道 教主 我去看望我的把兄弟 当心惹怒了七九爷 把你烤了吃了 秦木高声道 龙麒麟叫道 放心 我与他立过吐蕃之约 不求同日生 但求同日死 叶儿姐 你来不来 叶儿立刻飞了过去 道 公子 我去看着龙胖 免得他真被人吃了 秦木摇了摇头 来到走入上苍神宗 虚声花闻讯立刻迎来 笑道 教主 几年不见了 你轻瘦许多 颜康是否还好 秦木道 一言难尽 我是来看 你和稀土是否挺过来 见到稀土百姓还算安全 你也无恙 我便放心了 这次是多亏齐九仪 倘若没有他这层关系 稀土必遭大劫 虚声花道 虽说稀土有上苍 真天宫这层关系 但倘若天庭要灭稀土 根本不会在乎这层关系 齐九仪是赤帝的弟子 正是有他出面 这才保住了稀土 秦木听到赤帝七虾鱼 这几个字 不由陷入沉默 天庭围剿他时 七虾鱼也在其中 四弟一起出手 将他逼到绝境 迫使他不得不与哥哥分别 他割舍魂魄所要忍受的痛苦 他从来没有对人说过 但是那种滋味 比刀子刮骨 还要疼痛百倍 但最让他感觉到痛的是 割舍了灵魂 他便与哥哥秦凤轻分别 甚至不再是兄弟 不再是秦汉真 和真王妃的儿子 他只是一句行尸走路 这里面有这位 赤帝七虾鱼的功劳 虚声花不知道他的遭遇 也不知他承受的苦难 是何等之重 何等可怕 稀土的人们也不知道 严康承受了多么大的苦痛 这场浩劫 严康人口从几十亿人 跌落到几亿人口 有的死在逃难途中 有的被天神抓去荡成口粮 有的被妖魔鬼怪祸害 更多的人被抓去 成为了奴隶 实不存一 是严康民众的现状 一个无比昌盛的国度 就此险先灭亡 而这是严康的神通者和神奇们 拼死反抗 拼死救护的结果 倘若不反抗 不救护 严康人死得更多 就算是活下来的人 也只会成为被圈养的牲口 只有做奴隶 或者被吃掉这一个下场 这也是秦牧无论如何 都要在严康京城露面 顶撞冬天清帝 顶撞古神天帝的原因 他必须要打出自己 穆天尊的名号 否则迎接严康的 不只是灭顶之灾 我来见你 是因为我要离开元界 前往天庭 为严康寻找一条生路 秦牧笑道 你最近些年没有回到严康 严康变法的成果 你一直没有接触到 灾变发生前 我正好游历各大学院学工 将变法成果学会 我这一去 不知能否生还 所以我想先把 严康的成果传授给你 虚声花正了正 微笑道 天庭吗 我随你前去 秦牧心中感动 摇头道 你不能去 严康变法不能断绝 倘若我死在天庭 还有你延续变法 你的霸体虽然是个词的 比我迅速了那么一点点 但严康有你的话 不至于让我们的智慧断绝传承 虚声花还带在说 秦牧长衣道地 道有啊 拜托了 虚声花连忙掺她起身 道 我不去便是 你 自己当心 秦牧露出笑容 我会小心的 虚兄 还记得当年 你我之间的赌约吗 谁先解决 开辟第七神藏这个难题 谁便是熊的 虚声花微笑道 巧了 你走之后没多久 我参悟出 开辟多种第七神藏的办法 最终 我选择了最优的那个 我一直等你来寻我 不料浩劫降临 断绝了与颜康的联系 秦牧眯了眯眼睛 道 你将你的第七神藏写出来 我也写出我的第七神藏 咱们看看 谁的更好 虚声花称是 两人背过身去 各自写下自己开辟的第七神藏 两人同时转身 只见秦牧写的是 天河神藏四个字 虚声花写的是 永江神藏四个字 天河就是永江 虚声花写永江神藏 却也没错 两人大眼瞪小眼 秦牧信心道 你开启天河神藏的时间 肯定比我晚 我开辟天河神藏的时候 有天地意想 虚声花道 我开辟永江神藏的时候 感觉到天地大道 在若有若无的波动 倒在变化 虽然很是轻微 但大道的变动瞒不过我 秦牧心头一跳 他开辟天河神藏时 并未感觉到 天地大道随之改变 这说明 虚声花开辟永江神藏的时间 的确要在他之前 我当时一一试验 二十余种神藏 寻找最佳神藏 耽误了很多时间 虚声花这家伙 却是选择最优的那个 没有试验其他神藏 秦牧终于知道 自己为何晚了一步 面不改色 笑道 你我多半是同时开辟 我开辟天河神藏时 意象很吓人的 这次算是平手 下次再别 虚声花微微一笑 没有与他争辩 像赶来的惊艳道 夫人 我与秦教主要一起 闭关一段时间 夫人这些日子 只需送饭给我们 其他任何事情 都不要打搅我们 秦牧公声道 麻烦嫂夫人了 惊艳笑道 送饭不难 你们不要太劳累了 嫂夫人放心 不会累到你家相公 两人进入一座大殿 虚声花双手翻飞 无数符文如同光流 从殿顶留下 像是一口大钟道扣下来 将这座大殿封印 道 惊艳懂得 我的神通 能够进来 其他人无法进入这里 秦教主 你可以传法给我了 秦牧打得哈欠 笑道 我在梦中传给你 说吧 侧身卧下 憨然入睡 虚声花惊讶 笑道 是大饭天王佛的功法吗 我久有耳闻 只是不曾见过 她也合身卧下 躺在秦牧旁边 不多时也沉沉睡去 虚声花眼前的黑暗 像是一块木布 从左向右拉开 明媚的阳光照耀过来 虚声花抬手 遮挡一下刺眼的光线 等到眼睛适应 这才放下手 走入这个阳光灿烂的世界 只见秦牧迎面走来 笑道 虚凶来了 那么 我们开始传法 我们 虚声花一正 接着看到一个个秦牧走来 很快多达百十人 而在后面 还有乌央乌央成群成片的秦牧 坐在桌子前 正在奋笔集书 将颜康变法的成果写下来 虚声花心中骇然 师生道 这要学到什么时候 我将颜康的变法成果 学了七八成 用了两三年时间 一个秦牧抬头道 你也需要两三年的时间 不过在我的梦境中 你只是要睡几觉而已 现在开始吧 虚声花静下心来 用心学习 期间 惊艳前来送饭 走入店内 却见两人躺在地上呼呼大睡 不禁摇头 把饭菜篮子放在两人身边 然后悄悄退去 秦牧和虚声花一觉醒来 鸡肠碌碌 连忙把篮子里的饭菜吃了 秦牧还打算洗碗洗盘子 虚声花哭笑不得 道 教主 你不用这么强迫自己 把碗筷放在这里 内子会来收拾的 咱们继续入梦 秦牧点头 两人合身躺下 过了片刻 虚声花咕噜一下爬起来 道 不洗碗睡不着 还是起来洗一洗吧 秦牧也无法入梦 立刻翻身起来 笑道 我也睡不着 没洗碗总有心思 两人以造化之术画出清水 把碗筷清洗干净 虚声花又把这座大殿的地面 拖了一遍 擦拭干净 两人终于没了心事 这才可以安睡 真不知国师和阎峰帝 在大狱里是怎么过来的 那么脏 秦牧嘟囔一句 憨声剑气 第907章 斗志长存 梦中世界 虚声花终于学完变法成果 梦中时光漫漫 她只觉过去了两三年的光阴 着实辛苦 然而他们却只醒来 吃了两三次饭菜 不过 秦牧的梦中 世界并未瓦解 虚声花心中诧异 却见秦牧取出一面镜子 将镜子竖起来 镜面越来越大 镜中有无数玉剑投影出来 虚声花凑上前去 观看片刻 疑惑到 古神大道符文 这是 用经典术术解析的大道符文 咦 有些符文你 已经用太威算金 重新演算了一遍 她侧头想了想 那日下界的御天尊 难道是天庭用经典术术符文 架构而成呢 秦牧道 那是天庭制造的最强神器 有着御天尊的外表 不过驾驭那件武器的 却是天庭天盟的巨头 天庭天盟 可以随时制造出 更多最强神器 虚声花形走在这些御检之间 御检的数量实在太多 秦牧用太威算金 重新推算了很多御检 然而算出的御检 只不过是九牛一毛 梦中世界 有着不计其数的秦牧 此刻都在演算御检上的 大道符文 用太威算金来 重新架构 如此大的规模 即便是虚声花 也被吓了一跳 当然 它依旧是天塌不惊的神态 虚声花浏览御检 道 天庭是在实验一种 完美的天庭功法 这种天庭功法 可以统一所有古神的大道 它们制造最强武器 并非是目的 开创出一种 大一统的天庭功法 才是它们的目的 秦牧道 它们的天庭功法 是建立在七大神藏的基础上 下界变法 改变了原来的七大神藏 所以变法无论如何都要终止 否则它们百万年努力 都是一场笑话 虚声花道 然而这件武器太强了 天庭了不起 连这等武器都能想出来 造出来 堪比最强大的古神的肉身 再加上天庭境界的功法 完成之后 再也没有任何力量 能够与天庭抗衡 唯一的缺点 便是没有太威算金 倘若补上太威算金 它不禁打了个寒战 补上太威算金 便会成为有史以来 最为强大的肉身 再加上天庭功法 其人修为实力 只怕将要举世无敌 哪怕是古神天地复生 哪怕是天公土博联手 也远非敌手 教主 你真的 要用太威算金 重新推算一遍吗 虚生花突然道 我突然觉得恐怖 秦牧看了看它 露出疑惑之色 虚生花道 倘若这太威算金 落在天庭手中 天庭将再无敌手 就算不落入天庭之手 而是被掌握在我们手中 我还是忍不住生出恐惧 我怕将来我们会成为 今日我们所恐惧的那个天庭 秦牧正了正 笑道 我们自身难保 何必考虑这么久远的事情 虚生花沉默片刻 道 秦教主 龙汉时代的天盟 也是改革变法的主力 他们还不是腐朽了 倘若我们未来得到了权力地位 是否也会如他们一样腐朽 你能保证在权力欲望面前 你还能保留初心 就算你能 你能保证其他人也如你一样吗 秦牧抬头 想了两久 摇头道 我无法保证 虚生花沉默不语 秦牧拍了拍他的肩头 笑道 倘若将来我们腐朽了 会有后人来推翻我们 不用考虑这么多 虚生花争辩道 可是 结合了经典术术和太威术术的道法神通 已经完美到极致 就算我们未来腐朽了 未来的人也没有任何机会推翻我们 我们拥有古往今来 乃至未来无数亿年最为强大的力量 摧毁那些反抗者 轻而易举 我们是在打造一个更加绝望的未来 不会比今日更绝望 秦牧语重心长 沉生道 虚凶 而今的天庭也认为他们 打造了最强的神器 寻到了最强的功法 江山永固 没有人能够推翻他们 但是我们却寻到了太威算经 经历严康变法 他们的最强神器最强功法 便不再无敌 有了推翻他们的希望 拟焉之未来的人们 不会寻到另一条途径 让我们看似完美的功法神通 变得破绽百出 他充满了信心 爽朗笑道 从古至今 道法神通一直在进步之中 一代胜过一代 一代更比一代强 从前看似完美的 在后人看来则充满了破绽 从前最强的将来未必是最强 这不正是进步吗 我们要做的 是实现自己的理念和报复 圣人之道在与百姓日用 神不在高高在上 不能左右百姓生死 而是要为人所用 为民造福 秦武握紧拳头 我深信将来有一天 神会为百姓服务 做事 倘若神不这么做 会有变法者推翻他们 虚兄 我的道友 智友 倘若我们真的腐朽了 肯定会有人推翻我们 虚身花冷静下来 仔细想了想 觉得他的话大有道理 道 不知道为何你在身边时 我总充满了干劲 对未来也有了希望 不再悲观 秦教主 你太善于蛊惑人心 秦武笑道 不正是因为我们志趣相投 才互称道友的吗 你偶尔有些迷茫 我只是 祝你走出迷茫而已 虚身花挣了挣 哈哈大笑起来 他一向面不改色 今日出奇地开怀大笑 倒是难得 秦武将自己的参物传授给他 道 阎峰帝和国师 也在研究古神大道符文 灵轩道主在这方面走得更远 他们或许都会前来寻你 虚身花轻轻点头 秦武又将玉天尊开辟灵胎神藏 心和神藏的事情说了一遍 也将自己灵胎 开天辟地诞生魂魄一世告诉了他 虚身花既是佩服 又有些担心 秦武将严康变法的成果 古神大道符文 甚至玉天尊和他自己的神藏 统统交代一遍 巨细无漏 倒像是交代自己的身后事一般 虚身花学得更加认真 尽管秦武再造魂魄的办法 他学会了也无法修炼 对他来说根本没用 但他还是认真学习 秦武还想将大范天王佛的 无量结晶传授给他 然而 无量结晶这门第做功法极为特殊 大范天王佛传给他时 根本没有教他经文 秦武只是睡了一觉 便自然而然地会施展这门功法 让他传给虚身花 他却无法传授 秦武只得作罢 散去梦境 两人走出大殿 外面才过了六天时间 天庭此行实在凶险 而且不知道凶险出自何处 教主这一去 生死未卜 虚身花道 我知道许多人不理解你 以为你狂妄自大 胆大包天 肆意妄为 但我理解你 他们只看到你的风光 以为你喜欢出风头 喜欢惹事 却不知你所要面对的危险 有多大 也不知道你付出了多少 你是在拿性命 为严康博一个前程 拼一个未来 秦武笑道 去天庭危险是有 但并非没有一点生机 就是因为有那么一丁点的生机 我才一定要去天庭 倘若不去天庭 严康 甚至所有的生灵 真的是一点生机都没有了 他眼眸清澈 道 不用为我太担心 我倘若死了 霸体的气韵 便会转移到你身上 你得了我的气韵 便不是词的 而是真正的霸体了 虚声哗哼了一声 秦武继续道 你倘若也失败了 还有新的霸体 得到你的气韵 继续走下去 将来 总会有一个比你和我更聪明 更强大的霸体 做到我们也做不到的事情 留步吧 道有 虚声哗胸腔中 有一种豪情在激荡涌动 恨不得长笑漫天 让自己壮怀激烈 然而 他自有经受的教育告诉他 不要轻易释放自己的情绪 不要被情绪所左右 他按下这种豪情 停下脚步 没有送秦武 他怕自己忍不住 像秦武那样 充满了不羁的豪情与洒脱 与秦武相处的越久 便越是容易被他所感染 夫君 他说前往天庭 他知道如何去天庭吗 经验走来 询问道 齐九仪知道 他是去寻齐九仪 虚声花揽住他的腰枝 抬头仰望赤地行宫 慢悠悠道 秦教主背负的东西 比我重多了 我从前没有什么感觉 他这次传法于我 说他若是死在天庭 变法重担 便由我扛起 我这时才感觉 他从前背负的东西 是何等沉重 经验靠在他的肩头 柔声道 秦教主奔走操劳 我没有见到他有闲暇的时候 相比起来 我们比他幸福多了 是啊 虚声花感慨万千 不过这种幸福日子 不知能持续多久 但愿秦教主能够活着归来 他活着归来 我才可以继续轻松 他顿了顿 道 梦中事件 秦教主称我为道友 我陷入迷茫与困惑 他指引着我走出迷惑 不过 我能感觉到 他也有着自己的迷茫和困惑 然而 我却无法为他指出 一条道路 他是我为道友 我却做不到 经验静静地看着他 虚声花露出苦笑 曾经我只是上苍来客 醉心于道 我是被他激起了不服输的意志 决心要超过他 所以才参与到严康变法之中 一直以来 我都是在追赶他 倘若没有他的激励 我大概还是上苍中的一个尾神 就算有所成就 也不会太大 正是有他的激励 我才有今日 这一声道友 我愧不敢当 经验握住他的手 笑道 夫君认为 是秦教主聪明 还是你聪明 我 虚声花想都没想 便断然道 秦教主虽然也很聪明 但比起我来 还差了一线 经验扑斥一笑 既然夫君比他聪明 做他的道友 又有何妨 我觉得 夫君无论什么地方 都不比秦教主差 夫君所欠缺的 仅仅是没有秦教主 那样的锐气和锋芒 没有他那种 不惧一切 敢与天斗 永不服输的斗志 虚声花证了证 拥他入怀 我这一生最幸运的 不是遇到秦教主 而是遇到了你 赤地行宫 齐九一挥了挥手 让行宫中的南天诛神散去 道 二哥 已经对我说过了 秦教主想去天庭 打算向我借路 也好 我随你们一起去天庭 秦木扬了扬眉毛 正要说话 齐九一冷笑道 我并非是关心你 而是关心二哥的安危 我与二哥结拜为兄弟 立下了吐蕃之约 他跟着你前往天庭 若是死在天庭 我也跟着死了 他愤懑不平 想起在地缺神刀中 喝醉了酒 与龙麒麟结拜的事情 便一肚子闷气 无处发现 秦木瞥了龙麒麟一眼 心道 古怪 龙胖怎么越来越聪明 越来越懂事了 从前他虽然很聪明 但却懒得吓人 现在居然也知道 主动为我分忧解难了 难道 他撇了撇烟 只见烟正在给龙麒麟投食 很是认真 秦木露出笑容 道 齐兄 你打算怎么前往天庭 齐九一道 倘若只是神通者的话 直接让神奇送我们 突破世界壁垒便可 不过这位烟 龙麒麟咳嗽一声 三弟 叫姐 齐九一眼脚跳了跳 耐着性子道 不过这位烟姐 却是灵霄境界的半神 想去天庭的话 便只有两条路 要么朱蒂红穿世界壁垒 要么向赤帝借船 我们不是帝座强者 因此 只有向我师尊借船 这一条路可走了 第908章 血袖地带 秦木心中有些不太舒服 有些不愿求赤帝骑侠鱼借船 当日 他被天庭围困 四帝联手将他堵住 赤帝骑侠鱼并未手下留情 虽说秦木能够明白 其侠鱼的处境 知道他有着很大的图谋 必须要忍住 但秦木的心里 多少有些不太舒服 他不是侨服那样的圣人 侨服圣人可以摒弃一切情感 只从利益出发 在冷静理智的分析利弊之后 做出决断 侨服没有教导过他 他做不到纯粹的理智 侨服教的是严康国师 对于秦木和魏随风 他都是放养 不闻不问 秦木定了定神 道 既然如此 那么我们这边动身 去见赤帝 师尊不想见你 其九一道 你在上苍神宗时 我便联系过他了 师尊说 他不愿见你 但是凤凰船 可以借给你用一段时间 不过到了天庭 他便会收回凤凰船 凤凰船应该快到了 秦木松了口气 赤帝骑侠鱼 多半也是心中有愧 免得相见时 彼此都很尴尬 少主 凤凰船到了 有神人走入宫中 躬身道 其九一当现一步向外走去 秦木跟上他 心中微动 询问道 其兄 赤帝还在圆界 没有回到南天 其九一道 不曾回去 他老人家 说要搜寻一个仇家 去勤拿一个 叫做李悠然的贼人 那个叫做李悠然的人 无恶不作 而且还有开黄余孽未平 他须得留下搜寻开黄余孽 说到这里 他才想起 秦木曾经说过 他是开黄后人 心中有些歉意 不过看了看秦木的脸色 似乎秦木没有什么不快 他与秦木 虽然屡次殊死搏杀 但却是打出来的交情 对秦木很是钦佩 再加上有龙麒林这层关系 因此 内心中没有把秦木当成外人 凤凰船是少数 能够巫视世界壁垒 穿梭于各界之间的宝物 这艘船船体 不只用核物打造 船外长着凤凰赤 飞行速度惊人 很多时候 天庭的强者想要下界 都是向赤地骑侠鱼借船 秦木跟着祺九仪来到船上 只见船上 有着数以千计的 南天天兵天将 操控驾驭此船 这艘船是地座之宝 速度天下无双 但是催动起来 极为耗费法力 因此 需要六千多将士 才能催动 祺九一下令 前往天庭 拿六千多位天兵天将 催动凤凰船 这艘船横空 慢慢加速 船体两旁 一张张华丽无比的凤翅 缓缓舒展开来 流光一彩 让整艘船被光芒裹住 凤翅五光十色 舒展开来之后 慢慢震动雨翼 凤凰船的速度 也越来越快 祺九一继续道 加湿的这艘船 虽然不是唯一能够 穿梭世界壁垒的宝物 但却是最舒服的一个 在船上根本不必担心 被空间乱流扰动 凤凰船的速度越来越快 但在船上却极为平稳 待到这艘船的 所有凤翅震动 凤凰船的速度 终于达到极致 嗡的一声 从原界消失 秦牧站在船头 只见凤凰船破开空间 空间像是一条条绚丽的光带 这艘宝船在光带中行驶 不知速度有多快 凤凰船的速度 已经超过他的认知 可见赤地七霞鱼 的确有着非凡的本领 帝氏天王佛 一直想修成帝座 还像大范天界功法 不过帝座和凌霄之间的差距 简直是一道天欠 无论知识还是底蕴 都有着不可逾越的障碍 秦牧不禁惊叹于这艘船的速度 从这艘船可以看出 七霞鱼的本领 又想起帝氏天和七霞鱼的恩怨 心道 世间凌霄境界的强者很多 但帝座境界的强者很少 这恐怕是最大的原因 从灵霄到帝座 难如登天 帝氏天李悠然 自创帝氏天王佛经 然而他的功法 与大范天王佛的无量结晶相比 在知识和底蕴上的差距 不是修为可以弥补 其霞鱼尽管比大范天王佛逊色 但帝氏天李悠然与他相比 只怕也是逊色良多 凤凰船在空间中穿梭 不知过了多久 终于轻轻一顿 使出空间深处 来到一片浩瀚的星空之中 秦木站在船头看去 但见星空中一颗颗星辰 异常明亮璀璨 星辰与星辰之间 有着绚丽的光带 像是一条条锁链 将星空中的星辰相连 这里是真正的星空 不是天驼 那是天刚星斗 属于三十六天刚之一 中间是天刚城 又叫玉麒麟星斗 其九一道 倘若换个角度 你便可以看到 天刚星斗的形态 是一尊玉麒麟古神 周天星斗正神中的天刚星君 便是诞生自天刚城 龙麒麟激动起来 趴在船头向外张望 道 那里便是麒麟神族的祖先的诞生地 天刚星君便是诞生在那里 凤凰船行驶速度极快 很快来到天刚星斗的正面 远远看去 星斗群星星链相连 恰恰组成一头麒麟形态 交织的星链光芒的中心 有一座玉智的神城 极为广大 其九一迟一一下 道 麒麟有很多种 天刚星君是玉麒麟 是最为尊贵的麒麟 除此之外 元界大陆中 还有水火金木土之金 诞生了五大麒麟古神 至于二哥 是否是天刚星君的后代 那就不是我所能知道的了 龙麒麟脸色一黑 他一出生便能驾驭麒麟圣火 显然是属于元界的火麒麟一脉 与天刚星君的血脉无关 凤凰船飞入三十六天刚星斗 组成的星斗群落 只见一座座规模宏大的神城 处在各个星斗之中 天魁城 天机城 天咸城 天勇城 天雄城 天猛城等等 而每个星斗的形态也各不相同 星斗群星的星链形成各种古神形态 形容古朴 凶神恶煞 说不出的争鸣恐怖 星斗的形态也是古神的形态 可想而知 那些古神星君必然也是这般模样 那些神城是屯兵之地 其九一道 这次攻打元界 动用的天兵天将 多是来自天刚地煞星斗中的各大神城 天庭本部 以及三十六天宫七十二宝殿的兵力 都没有动用过 秦木心中一景 仅仅是天刚地煞星斗中的天兵天将 便将元界打得落花流水 天庭的势力之大 让人不可想象 凤凰船又飞临地煞星斗群落 从那里穿过 星空漫漫 长途无尽 突然 他们驶到一个破碎的星空 星空中漂浮着残破的大陆和星辰 凤凰船从这片星空残骸中驶过 秦木看向其九仪 其兄 这里是何处 为何会有破碎的星空 其九一道 这里是天庭的血秀地带 血秀地带 血秀地带是史前遗迹 很早之前就存在 比龙汉天庭还要走 我听闻是在文明崛起之前 其九一道 具体是怎么来的 我也只听到过几个传闻 其中一个传闻是说 太古鸿蒙时期 这里有文明 后来被古神天帝率重铲除了 在那之后便是古神时代 所以被称作史前 凤凰船从一个巨大的星球旁边驶过 那星球极为静谧 慢悠悠地旋转 从背面旋转到正面的时候 琴木才看出来 这是一颗骷髅头 一颗大的难以置信的骷髅头 在这片血秀地带 类似的巨大头颅 还有很多 与残星一起飘浮在星空中 暗淡无光 倘若一不小心 便会撞在上面 凤凰船行驶到这里 速度放慢下来 琴木站在船边向外张望 一块巨大的陆地 从凤凰船上空飘过 陆地上还有着史前文明的遗迹 琴木抬头看去 陆地上的宫殿宏伟雄旗 有高大的柱子缓过船顶 还有伟岸的神像 神像背后有巨型的圆轮 这种轮 像是古神赐福后 在脑后形成的光轮 琴木惊讶 脑后有各种光轮 应该是古神时代的一种传统 他回到龙汉初年时 便见到许多古神 半神脑后都有着光轮 最为引人主目的 便是七天尊 七天尊得到古神赐福 脑后的光轮光运最多 尤其是玉天尊 导致他脑后的光轮重重叠叠 异常复杂 当然 脑后有光运光轮的 并非全都是天尊 古神还会赐福给自己的子孙后代 龙汉早期 能够赐福的也不只是古神 修为强大的半神 也可以赐福 琴木在研究过古神大道符文 和古神赐福之后 也可以做到赐福给其他人 对他来说 赐福已经没有多少秘密可言 不过 这片《鸿蒙遗迹》中的神像 表明古神赐福的传统 并非是古神发明的 而是史前文明的成果 琴木询问齐九仪 血秀地带的史前文明 他们能修炼吗 他们是怎么修炼的 齐九仪笑道 秦教主 我都说了 这只是一个传闻 传闻有这么一个史前文明 传闻只是传闻 当不得真的 你怎么能这么认真地追究起来 琴木更加认真 道 这世间的事情 就怕认真二字 既然血秀地带处在鸿蒙时期 曾经存在过文明 那么其文明结构 便有着可以借鉴的地方 值得探索 咱们可以停下来研究一下 齐九仪哭笑不得 秦教主 这艘船是家师 借你让你尽快赶往天庭的 又不是让你用来闲逛的 秦木笑道 我们只是看一看 不会耽误很长时间 齐兄 难道你对血秀地带 这样的事情一记不好奇 不好奇 齐九仪断然道 话虽如此 他还是命赤地麾下的将士 把凤凰船的速度放慢下来 面色凝重道 秦教主 咱们可以慢悠悠地 在血秀地带转一转 但是绝不能在此地久留 这里毕竟是史前一计 谁知道会不会有凶险 这个地方 天庭每年都会有许多 不知死活的家伙 死在这里 秦木点头 笑道 你放心 我也只是想看一看而已 突然 他脸色微变 直勾勾地看着一座 飘来的残破大陆 急忙从饕贴袋中 取出一卷地理图 查看地理图 又抬头看了看那座 越来越近的大陆 齐兄 秦木呵呵笑道 能不能把船停到那片大陆上 我师兄在那里 给我留了点东西 齐九一勃然大怒 你刚才还说 只是看一看 现在便反悔 性情的 别以为你 跟我二哥关系好 我便由着你 当初我奉黑帝命令下界 便是要擒拿你 实话告诉你 我惹你很久了 秦木看向龙麒麟 龙麒麟咳嗽一声 道 三弟 教主想去那里看看 你让他看便是 齐九一一肚子怒火 险些压制不住 但还是硬生生压制下来 冷冷道 你死在里面 休要怪我 你这图 咦 他瞪大眼睛 看着秦木手中的地理图 也抬头看了看 前方越来越近的大路 露出疑惑之色 你怎么会有 血袖地带的地理图 你真有一位师兄 在这里给你留了什么东西 第九百零九章 三眼危机 我岂会骗你 秦木卷起地理图 道 我有位师兄 喜欢四处闲逛 搜寻历史谜团 揭开历史真相 他留了许多地理图给我 这是其中一幅 齐九一下令 让船上诛神 靠近那座破败大路 道 你这位师兄 比你还敢作死 他能够跳出圆界 来到这里 并且全身而退 看来修为实力不弱 不是岌岌无名之辈 他叫什么名字 魏随风 魏随风 齐九一想了想 摇头道 没听说过 船上一位 赤地麾下的神人 听到魏随风这个名字 脸色微变 巧声道 少主 魏随风并非是 岌岌无名之辈 而是云罗天宫的地 齐九一吓了一跳 侧头巧声道 云罗天宫的地 这个魏随风 是三十六天宫之一的 云罗天宫的主宰 那是何等位高权重 他在天庭的地位 也就是比我师尊 逊色一分罢了 他怎么与乱党 秦牧师师兄弟 那尊神人低声道 这位云罗弟 也是乱党 早在几千年前就叛变了 听说是被天庭的天尊识破 把他擒拿镇压 生不如死 齐九一恍然大悟 笑道 静诛者赤 静默者黑 秦教主一家子果然都是乱党出身 秦牧咳嗽一声 提醒道 齐兄 我听着呢 齐九一装作 没有听见 凤凰船速度越来越慢 秦牧打开地理图 寻找到图上 魏随风标记的位置 对应这片大陆 寻找到魏随风藏宝的地点 凤凰船飞行在这座大陆上空 慢慢降落 突然凤凰船剧烈震荡 被一股狂暴的力量掀起 翻滚不休 船上的六千多尊神骑 齐声抱贺 调动所有法力 一时间 这艘宝船上各种天宫浮现出来 数不清的元神 屹立在天宫中 爆发所有法力 将凤凰船的威力催发 这艘宝船的一张张凤凰翼 旋转切割 竟然迸发出刀光 煞时间 将那股奇怪的力量 切成无数份 让这艘船恢复平稳 就在此时 下方的大陆遗迹中 传来宏大的声音 声音有一种奇妙的韵律 像是无数人正在祭祀什么 光芒从声音处迸发 那光越来越亮 浓郁得似乎能凝聚成实质 冲向刚刚稳住的凤凰船 在船上所有人震惊无比的目光中 那光芒凝聚 化作一尊无比伟岸的巨神 像是灵体 没有肉身 明暗不定的光芒 在它的身体表面 结成各种奇异图案 它的身躯远比凤凰船庞大 头颅从船的左侧升起 脑后一道道光云疯狂旋转 探手向凤凰船拍下 秦木脑中轰鸣 呆呆地看着那尊无比伟岸的巨神 天宫 这尊巨神与白眉白须白目的天宫 几乎一模一样 只是在皮肤表面的纹理 与天宫有所不同 而且真正的天宫脑后 并无这样复杂的光运 船上六千多尊神奇奇声怒吼 将发力调动到极致 然而那个天宫手掌盖下 所有人都是气血翻腾 挖得脱了口鲜血 就在此时 船中一股浩浩荡荡的力量爆发 有如地座强者清零 秦木回头看去 只见凤凰船上空浮现出九首凤凰的身影 九凤翱翔 如光如电 凤凰船以无比恐怖的速度移动 避开那尊天宫的第二道攻击 下一瞬间 便从那尊天宫的额头穿过 从其脑后穿出 那尊天宫轰然崩塌 光流像是流水般坠落下去 船上众人惊魂未定 纷纷爬起身来 秦木看得眼角乱跳 刚才凤凰船爆发 并非是船上的六千多尊神奇催动 而是赤地骑侠鱼的法力 将这艘船的威力提升到极致 击溃那尊天宫 骑侠鱼并没有在船上 而是在原界 离这里不知有多远 他的法力之所以能够催发凤凰船的威能 是因为他感应到这艘船所面临的危险 因此 在原界催动凤凰船 这才是赤地真正的可怕之处 秦木曾经与骑侠鱼有过庶面之缘 当初齐侠鱼追杀他和帝氏天王佛 他仍在佛界 异曲秦鹰隔着重重时空追杀他们 惊艳绝伦 原界 秦木也曾经见过齐侠鱼与书生子兮斗秦 两位帝母援军大打出手时 齐侠鱼并未参与 而是直接脱身而去 后来还有几次相见 齐侠鱼也曾在原界浩劫中 亲自对阵秦木秦凤卿 将他们屡屡击退 这女子给人的感觉并不是太强 似乎英律之道 才是他的绝学 不过 秦木进入桃林后才知道 齐侠鱼是岳天尊的弟子 岳天尊在空间之树上 有着无比惊人造诣 他的万里桃林 折叠了不知多少空间 连接了多少个珠天 齐侠鱼从他那里学的空间之树 因此才能隔着这么远 还能将法力传到这里来 催动凤凰船 助他们渡过难关 帝氏天想要追上他 只怕千难万难 秦木心道 凤凰船稳定下来 船上空的九首凤凰虚影 缓缓消失 齐九仪脸色苍白 突然立声道 回航 离开此地 秦木连忙道 且慢 齐九仪恶狠瞪他一眼 立刻道 回航 秦木探手抓起龙麒麟 纵身跳出凤凰船 齐九仪连忙道 且慢 秦交主 此地这么凶险 你还执意要闯 刚才天宫都向我们出手了 分明是不想我们探索此地 若非家师催动凤凰船 我们都死无葬身之地了 秦木放下龙麒麟 笑道 刚才那个并非是天宫 而是这片遗迹中的某种奇特的灵体 与灵胎有些相似的灵体 刚才那个灵体被赤地打碎 以我之见 一时片刻不会恢复 现在进去 反而没有多少危险 咱们既然已经来到这里 还是进去探一探探说 你想死 没有人会陪着你 齐九仪冷哼一声 向龙麒麟道 二哥 你上船来 不必与他一起胡闹 龙麒麟迟疑一下 巧声道 教主 那个天宫灵胎真的不会恢复 秦木点头 龙麒麟松了口气 笑道 三弟 你留在船上 我陪教主走一遭 齐九一面色铁青 纵身跳下凤凰船 回头道 出来几个修为最高的 随同我一起下去 其他人留在船上等我 随时准备接应 秦木摇头道 耶二姐乃是灵霄境界的存在 有他在身边即可 无需劳烦他人 齐九一面色阴沉 没有理睬他 像走下来的那九位神人道 到了遗迹中 就算是我遇到了危险 也不许你们救我 你们只管保护我二哥 无论如何 都不能让他有损 明白吗 那九位神人乘势 赞道 少主一泊云天 齐九一咬牙 心道 我哪里是一泊云天 我是担心二哥死了 我也得陪葬 秦木哈哈笑道 齐兄高义 既然如此 我们下去 燕儿落在他的肩头 其他人跟在他的身后 那九位神人则分散在龙麒麟左右 严加提防 秦木从天而降 还未落地 便再度打开地理图 对照一番 地理图上标记的位置 在这片大陆的中心 偏右的位置 他们离这个标记处 已经不远 不要飞过去 齐九一飞速来到他的身边 冷冷道 这里不知道是否还有其他凶险 脚踏实地 要比在空中 荡成靶子好一些 更方便躲避和发力 秦木赞道 齐兄经验丰富 齐九一哼了一声 淡然道 我师从赤地 黑地 自然是经验丰富 不像你只是个野鹿子 到了遗迹中 你一切听我的 秦木哈哈大笑 落在下方的遗迹中的 一座极为古老的建筑上 齐九一紧随其后 跟着他下 谨慎的四下里张望 紧张万分 突然 耶二在他口中 塞了一颗灵丹 齐九一正要吐出来 不过入口味道却也不错 于是就吃了下去 耶二又打算喂他 齐九一连忙道 耶二姐 我不吃这个 耶二笑道 你师父七虾鱼 我也喂过他 小时候他可喜欢我喂他了 总是叽叽喳喳地 跟在我屁股后面叫姐姐 你喂过家师 齐九一脸色一黑 心道 那么我应该叫他耶二姐 还是大姨 秦木打量四周 突然从这栋 宏伟建筑上 一跃而下 落在地面上 齐九一连忙指住龙麒麟 二哥 先不要下去 等性情的没死 我们再下去 好了 咱们下去 秦木闭上眼睛 试图入梦 随即他又张开眼睛 露出惊讶之色 他无法催动 无量结晶化作梦中世界 他原本打算 让梦中无数个 自己来探索这个世界 免得遇到危险 然而血秀地带中 有一股无形的力量 恰恰可以打断 无量结晶 让梦中世界无法成形 刚才 他在试图入梦时 突然有极为洪亮的 祭祀生涌来 涌入他的脑海中 祭祀生蕴藏力量 形成可怕的干扰 无量结晶 根本无法化作梦中世界 那么在血秀地带 是否能催动神通 秦牧尝试着施展一下神通 神通依旧有威力 他不由陷入沉思 只是他催动神通时 仍然有祭祀之力 干扰他的思维意识 大饭天王佛的 无量结晶是心学 这股祭祀生 似乎也是心学 然而入梦时 我能够听到祭祀生 醒来却又听不到 这说明 这种祭祀生 已经化作了无形的力量 不知道弥漫在血秀地带的 祭祀之力 与世才出现的天宫 是否有关 他向前走去 前方是世才光芒爆发 化作天宫的地方 祭九一跟上他 道 二哥 让性情地走在前面探险 没有危险 咱们再跟过去 秦牧停下脚步 只见天宫光芒迸发的地方 是一个规模宏伟的祭坛 祭坛四周是巨大的尸骨 围绕祭坛 离三重外三重 数量极多 祭坛中央是一个 漏斗形状的洼地 洼地中有若有若无的光叶在凝聚 秦牧来到一具枯骨前 只见着枯骨与人族的骨骼差不多 只是要高大许多倍 枯骨的眉心位置 镶嵌着一颗菱形的水晶体 散发出微弱的光芒 它飞升而起 围绕着这具庞大的骨骼检查一番 骨骼上没有符文大道烙印 它们不是神通者 也并非是神奇 骨神 不过它们的尸骨千万年不化 说明它们 天生就很强大 秦牧想起原木之星 原木之星的年轮表明 在史前地母曾经遭遇过十次大难 险些死掉 难道地母的那十次大劫 与这些巨人有关 秦牧来到巨人海谷的眉心处 那块菱形晶体与它差不多高 折射着它的身影 这块晶体肯定有用 值得研究 秦牧动用法力 将晶体撬下 突然那具骨骼哗啦碎去 化作飞灰 下面的奇酒仪等人吓了一跳 好在这具骨骼只是碎去 并没有触发什么危险 秦牧将菱形晶体 塞入自己的饕贴袋中 来到另一具枯骨前 这具枯骨的眉心 也镶嵌着一颗菱形晶体 它四下看去 只见所有史前巨人尸骨的眉心 都有着一块晶体 难道这些巨人 是用这种晶体 来当成自己的第三只眼 他们的第三只眼 能做什么 第910章 史前造物主 秦牧又扣下一块菱形晶体 晶体与它差不多高 它站在晶体后向前看去 看到的世界与平时不同 但那只是菱形晶体折射造成的 晶体当成眼睛看到的世界 与肉眼看到的世界有所不同 但晶体应该不仅仅这点作用吧 晶木摸了摸自己的眉心 它的眉心有一个鼓起的小包 元界浩劫时 它挖掉第三只眼 把第三只眼扔入幽兜 而眉心出的伤口愈合 便一直有一个小小的肉弱的小包 从前我的第三神眼 是用来联系幽兜 靠这眉眼睛来施展幽都大到神通 史前巨人把晶体镶嵌在眉心 难道也是想施展什么神通 它百思不得其解 随即来到祭坛的中央 向那谈光夜看去 光夜如流水 在慢慢凝聚 刚才赤地骑下鱼催动凤凰船 将那个奇特天宫打碎 以至于光夜耗尽 不过现在光夜又在慢慢凝聚 倘若这座祭坛 蓄满了那种奇特的光夜 多半还会凝聚出一尊天宫守护此地 这种光夜又是什么 晶木小心翼翼捞起一团光夜 双眸中神光阴晕 细细查看 不过这种光夜中 并没有包含什么符文大道 似乎没有什么独特之处 为何这种光夜 可以形成威力强大的天宫灵体 他小心翼翼催动元气 与光夜接触 突然那团光夜凝聚 化作一个小小的天宫 只有五六寸高 一拳轰来 晶木措手不及 闷哼一声 胸口传来骨骼断裂的声响 整个人向后倒飞而去 砰砰砰撞碎一句句 史前巨人枯骨 下一刻 他贴在史前建筑上 小小天宫那一拳传来的巨大力量 让他身后的建筑军炼 那古力量还在涌来 浩浩荡荡 无可匹敌 挤压着 他将那栋建筑轰穿 起酒一粒声道 戒备 护住二个 那九位神人 守在龙麒麟四周 严加防备 如灵大敌 祭坛上 那个五六寸高的天宫 纵身跃起 手掌内线 双手内旋 形成一个卯字图案 晴木落地 食指翻飞 飞速接上断骨 抬头便见这个小小的天宫 双手轰来 不由脸色大变 失声道 第四天道 天印 天道中的第四天道 燕启林曾经说过 道祖为天庭 整理各种天地大道 将各种大道 分为不同的序列 其中 道祖根据天宫身上的 大道符文 整理出天道四十九种 晴木得到守葬阁中的 古神大道符文遇解 知道这四十九种天道 其中第四天道 叫做天印 而这个光业所化的小小天宫 施展的便是第四天道 天印 小小天宫的双印飞来 威力其大 荡真是阴阳暴瓢相生 冲涩天地 让人无法躲避 玲珑小巧的天宫的天印 已经来到晴木面前 双印轰出 突然晴木尖头燕 扑上着翅膀飞出 探出一只鸟爪 扣住这个小天宫的面门 小天宫怒吼连连 天印向前轰去 却够不着它 越发怒火滔天 吼声如同天雷 燕儿姐 不要杀它 晴木连忙道 把它封印住 我要好生研究一下 这个天宫灵体有古怪 燕儿两张翅膀探出 在面前画了一个圆 圆环把这个小小的天宫套住 小天宫怒吼 挣扎不拖 突然周身燃起熊熊天火 竟然打算以天火大盗 把圆环烧化 晴木嘖嘖称奇 将这个小小的天宫拎起来 左右打量 小天宫恶狠狠地盯着它 只是被燕儿这等灵霄境界的大高手 锁住 动弹不得 公子 这个小天宫是怎么回事 燕儿好奇道 是天宫的儿子吗 不是 是一种灵体 光叶形成的灵体 晴木细细打量 道 没有肉身 只是一团纯粹的能量 它的体内也没有大道 没有符文 没有意识 奇怪 它为何能够施展出天道 它到底是什么东西 它检查得更加仔细 但心中的疑惑也更多 没有魂魄肉身 没有思维意识 也没有大道或者符文烙印 怎么可能如此强大 这完全违背了常识 刚才光叶还没有异常 是我的元气触碰到光叶 光叶发生变化 变成一个小巧的天宫 这小子的力量也太强了 把我肋骨都打断了 晴木想到这里 便气不打一处来 拎起这个小天宫 在他的屁股担子上 虫中赏了两巴掌 那小天宫愈发暴跳如雷 然而却无法挣脱束缚 只能越来越气 突然 他砰的一声炸开 化作一团光芒散去 晴木手中一空 只剩下烟的圆环 还在 晴木愕然 若有所思 他围着祭坛绕了一圈 只见那些史前巨人尸骨 都是朝向祭坛 然而祭坛上也没有烙印符文 只是普通的石料堆砌而成 他实在想不通 鸿蒙时代的这些巨人 是怎么制造出光叶这种奇异能量 大师兄既然留下这里的地理图 那么 他一定有所发现 晴木振奋精神 向地理图标记的位置走去 龙麒麟连忙跟上他 起酒已指得 硬着头皮跟上 忧心忡忡 晴木的本事极为强大 然而却险些 被一团光叶所化的小天宫打死 可想而知 这个地方是如何凶险 大师兄所标记的地方 就在这里 晴木卷起地理图 向前方看去 只见魏随风 在地理图上标记的位置 是一座宏伟的大殿 尽管已经破落 但依旧显得气势辉弘 这是一座没有穷顶的露天殿堂 内部极为广阔 晴木当现一步走进去 只见岩石打磨而成的墙壁上 雕刻着各种浮雕 晴木一一看去 这些浮雕壁画上刻画的是一些史前巨人 他们统治一片广袤无垠的大陆 这些巨人的身躯极为庞大 可以摘星拿月 有着惊人的力量 而他们所在的大陆 也是大的不可思议 巨人们居住在不同的地方 有着不同的种族部落 那里的环境恶劣 有着各种极为强大的史前异兽 巨人与异兽搏杀 他们之间也经常为了地盘和人口而争斗 打来杀去 浮雕上的史前巨人 并非是三只眼睛 秦木细细打量 浮雕中的巨人眉心 也没有菱形晶体 这些浮雕上记载的是 这些巨人狩猎和战斗的场面 秦木一一看去 史前的巨人们不通道法 不修神通 都是凭借蛮力和强大的肉身来战斗 最多手里拿着一些大骨头棒子 或者简单的青铜兵器之类的东西 浮雕上的战斗场面 对于秦木这等道法神通的大宗师来说 自然是不堪入目 不过随着他向这个露天殿堂的深处走去 浮雕上的内容便渐渐有一丝起来 秦木停在一幅浮雕壁画前 只见这浮雕的内容 是一个身躯魁梧的史前巨人 拇指和食指之间夹着一块菱形晶体 迎着日光观看 画中的晶体 与外面那些尸骨眉心的晶体 几乎一样 秦木心中微动 走向下一幅浮雕 这幅浮雕中刻画的 还是上一幅浮雕中的巨人 不过不同的是 他已经将他发现的菱形晶体 镶嵌在自己的眉心 而其他巨人 这尊巨人的体魄 看起来比其他人高大了许多 手中握着一杆黄金权杖 头顶带着牛角头盔 另一只手抬起 指向前方 他的眉心那块晶体 散发出光芒形状的图案 秦木想了想 不太明白是什么意思 齐九仪等人也走了过来 观看浮雕 秦教主 这些都是野蛮原始的土著 有什么好看的 齐九仪大为不解 秦木走向下一幅浮雕 道 就是这些原始土著 制造出一个奇特天宫 差点把赤地的凤凰船 也给毁了 齐九仪哼了一声 秦木轻易一声 打量面前的浮雕 露出惊讶之色 这幅浮雕上的内容 是巨人变得更加庞大了 还有不少巨人 也如他一般 不知从哪里寻来 同样的菱形晶体 也镶嵌在脑门上 浮雕中古怪的是 这些镶嵌了菱形晶体的巨人 他们眉心的晶体眼睛 也在发光 不仅如此 秦木还看到 光芒中有各种各样 稀奇古怪的东西 有的光芒中 是一头史前巨兽 有的是一盘食物 也有的是刀枪棍棒之类的东西 甚至有些巨人 第三只眼的光芒中 是一个美丽的女子 这是 秦木正然 立刻取出自己收集到的金石 不过这块金石体积太大 无法放在眉心 叶尔姐 你对空间之术 是否有研究 可否把这块金石缩小 叶尔打量一番 道 空间之术 只能让它看起来变小了 其实是压缩空间 藏于戒子 并非是真的把它缩小 你若是想把它 镶嵌在你的眉心 万一空间之术失效 便会把你的脑袋撑爆 秦木笑道 我只是想把它放在眉心前 看看是否有什么奇妙的事发生 叶尔毕竟跟着月天 遵修行很多年 没多久 便将菱形金体 缩小到一寸长短 秦木捏起金体 放在自己的眉心 试着催动元气 金体没有任何作用 他由不死心 调动气血 金体还是没有任何异装 他集中精神 金体还是没有任何变化 这种金体 难道对我们人族来说没用 大师兄要我来到这里 又是何业 他刚刚动这个念头 突然金体放出光芒 光芒中出现未随风的身影 秦木正了正 念头断去 光芒中的未随风消失 难道是 秦木立刻聚精会神 神势集中 想象天宫的形态 那块金体再度绽放光芒 光芒中一个小巧的天宫浮现出来 秦木心头大震 立刻感觉到自己所想的情景 再通过这种奇特的晶体 变为真实 他的意识散去 光芒中的天宫也立刻消失 并没有保存下来 是因为我的神识不够强大吗 我修炼的 乃是不灭神识 秦木催动不灭神识 这次幻想土博的形态 光芒从晶体中迸发 映照出一个小巧的土博 光芒中的小土博 越来越真实 渐渐生出血肉 没多久 一尊巴掌大小的土博 便出现在众人面前 秦木散去不灭神识 那尊小巧的土博落地 张口大吼 口中发出默默的牛叫声 众人心中骇然 待听到土博口中 竟然传出牛叫 想笑却又不敢笑 他并非是真正的土博 你们尽管笑 不用怕他 秦木道 其酒一颤声道 真的可以虚空造物 这怎么可能 凭一块石头 就能虚空造物 难道这些巨人 是史前的造物主吗 秦木把玩惊时 悠悠道 他们或许是史前造物主 但是他们造物的本领 是通过这种晶体来实现的 我刚才试了一下 这种晶体 能够将神识放大许多倍 倘若神识足够强横 便可以虚空造物 即便如此 能够利用这种晶体 做到虚空造物的人也不多 请不吝点赞 我还是要 射手